黄晓明最新谍战剧开播 造型直接梦回许文强 由他饰演的方家树 是潜伏在汪伟特工总部76号的共产党员 随时面临暴露的危险 他三天三夜不睡觉 全靠咖啡豆续命 只因要审讯一个被抓的中共地下情报员 面对生不如死的酷刑 被捕共党愣是一句话都没透过 特工总部情报处处长叶星成终于撑不住了 再这么熬下去他们几个爷得要命 酷刑之下李正勋早已昏死过去 医生这次并没有把他救过来 方家树给了他一剂强心针 却也没能把他救活 李正勋彻底没了气息 他的死意味着审讯结束 身为76号情报处的副处长 方家树负责处理尸体 他匆忙把李正勋推进停尸间 确认四下无人后 把事先准备好的强心针推进他的身体 数秒之后 李正勋再次苏醒 原来刚才在审讯室时 方家树给他打的那针是假死剂 只为让其他人以为李正勋真的死了 李正勋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冷 方家树自责没能力将他救回 因为刚才审讯结束时 叶星成因为愤怒 直接给他胸口补了一枪 就是这一枪导致李正勋即将永远地离开 看着战友就这么死在自己面前 方家树万分悲痛 可他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半小时后方家树出现在红帐叶总会 李主任在这里等着他汇报工作 三天三夜的审讯却没得到任何有用情报 李主任虽然愤怒但也无可奈何 出了叶总会 叶星成并没让方家树回家 而是带他来回春月按摩放松 方家树交代按摩师 一会儿他要是睡着了就不用按了 直接离开就行 几分钟后他就打起呼噜 按摩师按照吩咐离开 毫无疑问方家树刚才是假睡 他要趁着叶星成休息的这段时间 去完成李正勋死前交代的任务 他来到南翔火车站 在一处仓库里 找到了与李正勋街头的人留下的电台 接着抓紧时间开车返回 而此时睡醒的叶星成发现方家树不见了 自己则去苏小姐家里找 三天三夜没休息这样连轴转 方家树只能吃着咖啡豆支撑 在楼下整理好发型 方家树大摇大摆上楼去找苏雅璐 另一边 叶星成也赶到了苏小姐的楼下 叶星成也在追求苏雅璐 奈何苏雅璐指对方家树有意思 一心想跟他结婚 方家树却总是拿他老家的老婆搪塞他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家的童养席还真的找上了门 一上来就被蒋星扒开衣服验身 作为方家树老家的童养席 陶玉璃看到黑智终于确认了他的身份 爱看热闹的叶星成在一旁起祸 方家树在老家已经娶妻 这下就不能跟他抢苏雅璐了 苏雅璐看到这一幕性性离开 陶玉璃被方家树带回住处 确认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后 陶玉璃问了一个让他警惕的问题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 这是供党情报员的街头暗号 没想到方家树根本不配合他 假装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陶玉璃再次一本正经问话时 方家树突然想起好兄弟临死前的交代 他警惕地对着暗号 发现暗号对上了 陶玉璃一脸兴奋拉住他 询问他是如何当上杜鹃的 然而方家树却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 陶玉璃告诉他 跟他街头的老赵中枪了 现在必须去救他 方家树却异常淡定询问是哪个老赵 那就在昨天 陶玉璃带着两个孩子从湖北老家赶到上海 他先是把孩子安置在旅店 吩咐他们不要外出 并从外面反锁了房门 然后出去和自己人会合 他来到一家名叫天和唱的饭店 里边的老板正是他要找的老赵 饭店打烊后 老赵来到楼上包房和陶玉璃碰了面 老赵是陶玉璃现在的相好 奈何革命特殊期间两人一直没能结婚 彼此问候之后 老赵开始跟他说正事 他们有个同志潜伏在汪伟特宫76号 代号叫杜鹃 由于突发事件 老赵跟他失去了联系 现在需要派一个杜鹃原本就信任的同志 当面和他联系 陶玉璃就是唯一人选 尽管之前陶玉璃一直做的是外围的工作 可现在内部出现了叛徒 他不得不完成眼下的工作 就在老赵跟陶玉璃说街头暗号时 门外传来动静 二人赶紧追出去 然而他们的对话已经被人听到 在追捕敌人的过程中 老赵为保护陶玉璃不幸中了一枪 陶玉璃为他简单包扎后 照着老赵说的地址前去找方家树 这才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尽管方家树和陶玉璃从小一起长大 可现在的特殊身份让他不得不防着 为确保万无一失 他把陶玉璃捆绑进柜子 之后去往陶玉璃说的那个桥洞寻找老赵 可方家树到了之后才发现 那里已经围满了便衣 他没敢冒险进去 也没有发现他说的那个老赵 猜测老赵已经逃走了 在确认陶玉璃身份之前 方家树并不打算给他松岛 十年未见的同养媳 突然以共挡街头人的身份出现 还把两个孩子带来与他相认 方家树瞬间懵逼 战友牺牲前告诉他 组织里出现了叛徒 方家树不确定眼前的青梅竹马 到底是迪士友 只好先把他绑在衣柜里 方家树来到街头地点暗中观察 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手里拿着信仪 然后走进了戏餐厅 等待着杜娟同志和他街头 方家树把电话打到店里 让服务员找一位中华书局的编辑接电话 眼镜男默默举手 环顾四周后接起电话 直接说出了街头暗号 方家树对答如流 没等眼镜男说话 方家树就约他晚八点到光明大戏院见面 必须是他一个人前往 并嘱咐他从现在开始不能与任何人接触 不能打电话不许用信箱 他已经被人盯上 如果有任何不妥行为就得死 眼镜男按照方家树的吩咐赵左 可随后就有人捡起了他丢下的那把枪 里边还有张字条让那人不要跟随 晚上 方家树乔装打扮出现在戏院附近 看到眼镜男过来 悄悄出现在他身边 低声告诉他让他跟着自己 此时眼镜男身后还跟着另一个人 方家树把眼镜男带回家 一路上眼镜男鬼鬼祟祟像在寻找什么 他掏出白粉在沿路做了记号 到家后 眼镜男就以共党同志的身份和杜娟同志相认 方家树当然不信任他 对他进行搜身之后才让他坐下说话 卸了庄之后 眼镜男认出方家树就是76号的方副处长 随后开始自我介绍 他叫孙怀明 是震旦大学的老师 临时接到组织通知来联络杜娟同志 方家树想起李正勋死前跟他说的话 组织里出现了叛徒 出卖李正勋的人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 而与他亲近的除了孙怀明 就剩下李正勋的未婚妻 满心疑惑的方家树 拿枪指使孙怀明进到屋子里 并让他打开衣柜门 里边被捆的女人把他吓一跳 两人都自称是与他接头的人 而且都熟知街头暗号 可见暗号早已泄露 方家树不知哪个才是真的 开始试探他们 让二人分别把自己的代号写下来 孙怀明利索地写下马子二字 陶玉林却没动 方家树只好把二人都关在柜子里 第二天一早 方家树出门观察着房子周围的一切 发现了路上留下的记号 于是借着买早餐的机会 顺手抓了一把面粉放在口袋 然后把自己家附近原有的记号模具 把面粉涂抹在了邻居家门口 成功转移了敌人的视线 原来 寻找记号的人正是李立行的秘书 得知面粉撒在了方家树隔壁的杨医生家门口 李立行感到诧异 很明显杨医生并不是他们要找的杜鹃 作戏要做全套 方家树主动来找苏雅露 跟他解释自己七岁时就娶了同养席的事 说那完全是封建余孽 两人故意大声争吵 让特工总部的人听到 以为苏雅露因为陶玉林的出现生了气 而这两人也并非真实的情侣关系 而是作戏给别人看 苏雅露是隐藏在76号的军统特工 方家树在他这里跟他是统一战线 和他一起对付为日本人卖命的李立行 可苏雅露并不知道 方家树的真实身份 正是他们军统一直想淡掉的杜鹃 可在一年多的相处中 苏雅露早已对方家树动了真心 另一边 叶星成的人得知了陶玉林的两个孩子 被关在旅馆的事 他想弄清陶玉林 为何不直接带着孩子去见方家树 于是从旅馆把两个孩子接走 直接送到了方家树这里 就在他敲门时 方家树还在审问这两个人 听到孩子的声音 方家树只好先把陶玉林放了 让他配合自己 男人身边同时出现两名共党街头人 其中一人是背叛我党的叛徒 方家树一时难辨敌友 然而就在此时 76号里一直怀疑他身份的叶处长找上门 听见门外孩子的声音 陶玉林示意他给自己松绑 方家树只好先将孙怀明打晕 然后跟陶玉林商量着 怎么在叶星成面前演 此时叶星成等位已经不耐烦 片刻之后方家树终于开门 看到他的状态 叶星成猜测他刚刚是在和老婆大战 小别胜新婚 更何况夫妻俩十年未见 叶星成表示理解 接着让方家树跟自己的一对儿女相认 见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方家树欣慰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乐言却带有敌意地看着他 你不是我吧 孩子的反应让叶星成诧异 方家树解释是因为孩子自打出生就没见过他 叶星成又向他抛出难题 既然老婆千里迢迢找来 为何把孩子扔在旅馆里不管呢 就在方家树思考着如何回大时 陶玉林故意衣衫不整 从卫生间出来 装作刚洗完澡的样子 叶星成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懂事的乐言听出了几人话里的意思 问母亲和方家树到底干什么 陶玉林赶紧把孩子带进浴室 告诉乐言方家树以后就是他吧 可乐言只认自己的亲爹赵全章 他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见到爸爸 现在却出现一个假的 陶玉林只好告诉乐言 刚才带他们来的那人是日本特务 目的是为了抓住他们的把笔 所以需要乐言配合他们演戏 14岁的乐言跟在陶玉林身边见识多 早早就成熟了 叶星成觉得他们洗澡的时间有些长 老方解释是乡下妇女就这样 为了省水 洗澡的时候习惯把袜子也洗了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没敢再说下去 叶星成却追问起来 此时陶玉林让方家树把皮箱里的换洗衣服拿进去 可当方家树打开箱子的一刻 看到袜子还躺在里边 他趁机把袜子戴了进去 一向存疑的叶星成翻看起箱子 里边有一只袖有杜鹃鸟的手帕 正当他准备仔细查看时 被突然出现的陶玉林打断 方家树专门把沾了水的袜子拿出来 只为正视自己刚才的话 然后故意挑起矛盾和老婆吵架 叶星成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 见方家树这里一切正常 他便离开了 临走时还特意嘱咐老方注意身体 这关总算是过去吧 陶玉林再次把俩孩子介绍给方家树认识 眼前的小石头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乐言则是陶玉林同伴老赵的孩子 老赵的媳妇生下孩子没几个月就去舍 原来 方家树去日本留学前 给陶玉林留了修书让他恢复自由 后来陶玉林去了公亲父 老赵是他的上级 俩人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而他从武汉到上海来执行任务 按照纪律本不能带孩子 可他们老家也被小日子占领了 陶玉林也是无奈之举 本以为自己只是做些外围工作 没想到一到上海就被指派来和杜娟联系 就在俩人说话时 差点忘了卧室的衣柜里还有一个人 事到如今 两人的身份已经明了 方家树已经知道孙怀明就是我党叛徒 陶玉林才是组织派来与他接头的人 方家树一直对麻子这个代号存有迟疑 从两人的外表看他们都跟麻子不沾边 于是猜测压根就没有麻子这个代号 那天晚上陶玉林和老赵的对话被人偷听 听到了老赵叫对方麻子 就自作聪明地以为这是共党的街头暗号 直到刚才 方家树跟老爷说起陶玉林外号的事 而他的外号正是袜子 他猜测偷听的那个人一定是北方人 把袜子听成了麻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陶玉林并不知道有代号这回事 而他却准确地写出了麻子 男人因一个方言代号 识别出了背叛共党的特务 同时确认了同养习就是跟自己联系的同党 在方家树的审讯下 孙怀明说出了他叛变的过程 在大学教书的他觉得挣钱太少 人正是李立行的秘书郑飞雄 这次街头也是郑飞雄安排他来的 背叛李正勋的人 就是孙怀明 想到李正勋在审讯室里 撑了三天三夜最终牺牲 方家树悲痛的同时对孙怀明愤恨至极 孙怀明还把李正勋有个未婚妻的消息 也透露给了对方 奥玉林看着眼前的叛徒 想立刻把他干掉 方家树却表示留着他还有用处 继续把他关在了柜子里 孙怀明的突然消失让李立行警惕 他更加怀疑杜鹃就在76号内部 但始终没找到任何线索 方家树做事滴水不漏 李立行也无从下手 决定继续试探他 李立行派叶星城去老垃圾桥那里寻找线索 同时也派了方家树过去 好在李正勋牺牲前 把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方家树 是西林公学的一名老师名叫唐心如 可现在郑飞雄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一定会花大力气去找唐心如 方家树要尽快找到唐心如 把他安全转移出上海 可他们现在联系不上组织 需要先找到老赵 只有找到老赵才能找到组织 陶玉玲此次任务就是配合方家树除掉李立行 对于这件事情 方家树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发动军统的人去 陶玉玲现在才知道方家树有三重身份 对他刮目相看 他不再是小时候那个又怂又呆的方六子 此时方家树接到李立行的电话 让他前往老垃圾桥那侦查 家里交给陶玉玲照看 听到外面没了动静 孙怀明动起歪脑筋 他撞击柜门想引起注意 陶玉玲警告他别乱动 却发现他想说些什么 可孙怀明下秒就失去了意识 怎么叫都叫不行 陶玉玲赶紧给方家树打电话汇报情况 电话刚接通 方家树就听到那边传来了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 明显是求救的意思 此时夜星辰又来凑热闹 以为是嫂子打电话来查档 方家树灵机一动决定把声音掩盖过去 陶玉玲明白过来也赶紧配合着他 装作查党的样子大声嚷嚷着 不料孙怀明的敲击声音越来越大 陶玉玲只好说是小石头在屋里捣乱 趁势直接把他打晕 危机解除 方家树让老爷帮他解释自己是去公干 让老婆放心 这边刚挂电话 就传来乐言的敲门声 他和弟弟洗澡回来了 此时屋里再次传来响声 警惕的乐言问母亲谁在里面 陶玉玲搪塞他表示没人 随后赶紧进屋警告孙怀明别出声 乐言却跟了过来 看母亲不自然的样子问他在干嘛 陶玉玲告诉他老赵有消息了 试图让他转移注意 可乐言还是没死心 趁着母亲不注意 他跑进屋里查看 可当他打开衣柜门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还总怀疑母亲进屋藏汗 于是趁他不注意跑进卧室打开了柜门 母亲赶紧追进来 可当他看到衣柜里空空如也 瞬间瘫坐在床 一起跟女儿解释家里藏了个人 现在特务不见了才是最要命的 他指责乐言的行为 陶玉玲赶紧把他带出房间 把两个孩子锁进屋里面被撕过 随后赶紧回房间查看孙怀明的行踪 原来 乐言第一次进来时 陶玉玲匆忙之下忘了给柜门上放手 这才导致孙怀明差点逃跑 孙怀明私自打开了绳子 露出一副骄傲的表情 不料陶玉玲突然掏出手 孙怀明却不怕 觉得他根本不敢拉开 娘娘一个动作把孙怀明吓得上蹿下跳 她爬上窗户想跳下去逃命 却被陶玉玲拽住 挣扎几下之后 孙怀明还是被拽了回来 血音刚好碰到床脚再次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又被绑了起来 原来这东西就算把拉环拉开 只要不撒手就不会炸 苏雅露告诉方家树 上边对李立行的行为越来越不满 发现他要把清香行动中抓到的战俘和老百姓 送去给日本人做人体实验 其中军统有将近两百人 共党有两百多人 还有一百多人是抗日之士 所以他们要未雨绸缪 在李立行密谈室的电话里装上电话炸弹 在接好的线路上装一个电话机用来窃听 需要除掉李立行时 用电话遥控引爆炸弹就可以 方家树觉得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中国 想杀死李立行的人太多了 而李立行一天24小时都在防备着这件事 方家树把车子驶入日军部队 他要借助和日本朋友交流的机会来打探情报 尽管他们对小日子很是仇恨 但进到这里就要陪笑脸否则随时报你 方家树给道夫带来了中医研制的秘制脚气 让他很是受用 道夫也把方家树让他代购的染发膏拿给了苏雅 这趟过来 方家树得知日军的出云号箭炮再次升级 通过和水军聊天就收获了这么多 苏雅路不禁感叹 方家树赶到垃圾桥现场 发现地上一具76号的尸体 就是那天被老赵从水里打中的那位 方家树通过询问修车铺老板 发现他们店里的内胎少了一只 猜到是老赵用来当救生圈逃跑用了 方家树下班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房间查看孙怀明的情况 可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孙怀明的状态明显是经过了搏动 他指责陶玉玲的失责 陶玉玲还有些委屈 觉得以他俩的关系说话不用这么严肃 俩人说话的时候乐言一直在门外偷听 为了不让孩子耽误正事 陶玉玲说出了他和方家树在假扮夫妻的情况 不然会被人怀疑 男人为了试探下属是否是共党特务 竟在半夜三点带人突袭他家 听见敲门声 沙发上的陶玉玲赶紧跑进卧室 方家树知道李立行此行来的目的 脑子飞速运转接下来如何应对 他让门外的人稍等片刻 表示穿好衣服收拾一下以免失礼 方家树给了陶玉玲一枚手配 让他去孩子屋里躲着 安排好了陶玉玲 方家树又把孙怀明打晕 他做好了所有准备 然后一个人应对这一切 半夜三点是人最困 也是思想意志最薄弱的时候 方家树知道他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来 李立行又没机关送的礼物作为谎 表示大白天出门怕被暗杀 所以才深夜叨扰 然后让郑飞雄在门外等着 李立行说起夜星成 今天为了取走李正勋账上的钱 竟在银行跟洋人动枪 不仅钱没取出还给他添了麻烦 方家树表示自己之前在银行做过 有不少熟人 现在就可以帮他问问李正勋的账户余额 有如此本事李立行自然要看 只见他把电话打给了日本人 一番询问之后 得知李正勋的账户原本有三百大洋 而现在只剩下两块 他们没必要再折腾了 可李正勋被捕时身上毫无分文 这三百大洋去哪了呢 方家树淡定表示这钱应该在杜鹃手里 李立行夸赞方家树的办事能力 但同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方家树 以他之前在银行做事的经验来看 有些身份特殊的客人 获准存款数额巨大的客户 他们都能记得 此话一出李立行有些紧张 觉得这种是违背了银行的职业道德 方家树表示对方不会直接告诉他具体存款 只会说一个大概的范围 李立行来了兴趣 当即让方家树打电话求证 李立行这边在试探方家树 看他刚才那通电话是否是在说谎 却不知方家树也在试探他 他拨了一通无人接听的电话 假装在和日本朋友交谈 让对方告诉他银行排名前时的 所有客户的余额 背带掉落的声音引起了门外众人警惕 因为李立行来之前交代他们摔杯为好 除了方家树以外其他人不留活口 可这个信号有些模糊 郑飞熊拦住了想冲进去的兄弟决定再等等 方家树把这些数字让李立行过目 这一招明显把李立行唬住 能耐如此大的方家树让李立行更为担心 但表面还要摆出欣赏他的样子 接着李立行拿出一张照片 这是他深夜来找方家树的最终目的 方家树会如何应对呢 依据尸体死前还是痛苦的表情 放了两天之后却面露微笑 叶星成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想起当初自己想在李正勋脸上捕枪 却被方家树拦住 而尸体正是方家树处理 手下觉得有线索总被没有强 就这么报告上去没准就有点用处 叶星成并不在乎方家树是否是杜鹃 哪怕他通过手段把方家树栽赃成杜鹃 那么就没人跟他抢苏雅露了 得知这个情况 李立行果然对方家树有了怀疑 于是半夜三更盖着照片上门试探他 李正勋的微笑让李立行感觉到侮辱 心知肚明的方家树看着照片也笑了起来 告诉他李正勋并不是在嘲笑情报处 而是被刺激之后的生理反应 然后拿档案式的老白工作一丝不苟为借口 说他给李正勋洗脸也是无奈之举 此时悲盖再次掉落 知道后果的方家树眼疾手快接住了 也正因这个动作避免了一场恶战 和李立行这样的人接触 八百个心眼都不够用 这次交锋 方家树险胜 陶玉玲和孩子们也躲过一截 方家树把李立行送到门口 门外那些人已经撤退 方家树还在后怕 抓不住方家树任何把柄 李立行也不敢轻举妄动 更何况他刚出来就看到色谷先生也在这 有日本人给方家树撑腰 李立行更是不敢动他 原来他们出发的时候 门卫已经将他们的行动报告给了日本人 见他们还没走 方家树不敢放松紧 方家树让他先别急看看情况再说 此时门外再次传来李立行的敲门声 方家树做好准备才开门 李立行说他的信封刚才望这儿 其实是为了查看方家树的反应 方家树问他外面出了什么事 原来李立行把杨医生给抓了 说他有杜鹃嫌疑 李立行当然知道杨医生不是 但为了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只好如此 陶玉玲惊魂未定 这会儿他才知道方家树每天都在经历着什么 方家树告诉他刚才那通电话并没有打通 十个数字也是他编的 而1903这个数字 正是海潮留下的电台里纸条上写的那串 之前方家树一直捉摸不透这串数字的意思 他把纸条给了陶玉玲分析 陶玉玲觉得既然是银行的汇款单 会不会只是账户余额 从李立行刚才的反应来看 方家树的试探成功了 他只要去银行确认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情报落实了 一个76号的主任竟然有这么多钱 这对于他们处置李立行是有帮助的 方家树带陶玉玲来到沙发旁 掀开沙发店 里面正是海潮留下的电台 和李正勋账户上被取走的300大洋 想到李立行刚才就坐在这上面 陶玉玲感觉后背发凉 这些钱原本是组织拨给他们的活动经费 但方家树的大部分花销都从76号指出 这些经费也就省了下来 他们原本想把钱转交回上级 可现在联系不上组织只能由他把钱藏好 危机解除 现在只剩下屋里那一个祸害了 可当方家树来到房间打开柜门 发现这个狗日的竟然拉裤兜了 为了处理叛徒的尸体 竟意外把自己家的房子点着了 原来就在刚刚他进屋查看孙怀明的情况 发现被关了五级的叛徒终于拉屎了 小编替他松了一口气 不然就太反人类了 小明哥不想自己收拾 专门把情况告诉了娘娘叫他过来帮忙 咱也不知道非要留着这个人到底有啥用 可能是生怕自己不暴露吧 然而就在这时 熊闺女乐妍又在外面嚷嚷 怀疑俩人在屋里睡觉 陶玉玲无奈只好出去安抚 老方怕他一个人应付不来也跟了出去 孙怀明知道 机会来了 乐妍问他俩为什么总是偷偷摸摸的 陶玉玲不敢跟他说实话 方家树把他带到一面墙跟前 掀开外面的盖板 里边摆着各式各样的枪 这些玩意着实把乐妍惊着了 此时孙怀明化身雇佣者在屋里雇佣着 他拔掉了台灯的电线 试图把手上的绳子弄开 不料意外把自己给垫死了 得 关了几天算是白关了 乐妍背下之后不敢再造此 方家树也赶紧回屋查看情况 一碰才发现孙怀明身上有电 再一看才知道他拔了电线出电身亡了 方家树趁着夜深人静赶紧处理尸体 没想到身后的电线引着了窗帘 屋内顿时起了大火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俩孩子还被锁在屋里 方家树知道叫孩子来得及 让陶玉玲先帮他收拾东西 电台 银员 还有那些枪 统统要带走 收拾差不多了才让陶玉玲去救孩子 四人提上行李下了楼 此时楼下已经围满了人 方家树说他上去再拿点之前东西 实则是从房子后边离开 转移孙怀明的尸体和淫源 陶玉玲装作紧张的样子 喊着丈夫的名字 让俩孩子也喊喊 乐言不为所动 下秒看见了方家树的车 半路上 方家树把所有的枪都扔进河里 然后开到一处偏僻的树林 把孙怀明和李正勋的三百大洋埋了起来 还故意把孙怀明的怀表淘了时间 然后开车返回家附近 他趁众人不注意 从后边窗户溜了进去 陶玉玲告诉消防员说他丈夫还在上面 消防员赶紧上去 把假装晕倒的方家树救出来 陶玉玲配合他演戏 一直喊着方六子 方家树终于醒过来 围观群众也都散了 方家树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不料乐言早已看出破绽 第二天 李立行的人就发现了孙怀明的尸体 他决定彻查76号所有人除了方家树 李立行给方家树安排了新的住处 就在76号 住在上海最大的魔窟 一家四口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王小明新剧当卧底 差点被熊闺女暴露身份 为了更好地监视方家树 李立行专门把他们一家四口 安排到76号入住 可刚搬来就发现夜星城的小弟在他们家 郭大鱼表面上说是帮他们新家打扫卫生 实则是为了在他家动手脚 幸好他们赶来及时 几句话就把郭大鱼打发走了 方家树示意他不要乱说话 怕家里已经被装了窃听器 陶玉玲赶到一阵后怕 方家树对家里各处进行仔细检查 陶玉玲也配合他 专门把小石头叫过来独打一顿 以孩子的哭声来掩饰动静 只有小石头一人受伤的世界达成 好在检查一番后并没有发现窃听器 方家树用一把奶糖哄好了他 可乐言又闹起了便宜 一个竟喊着要见老赵 说在此时夜星城突然敲门 他就住在方家树家对面 以后来往起来更方便了 夜星城问怎么没看到嫂子和小公主 方家树说他俩在卫生间研究抽水马桶 可此时的乐言还在跟陶玉玲嚷嚷 怪他没有兑现让他见到老赵的沉默 陶玉玲只好按下马桶来掩盖他的声音 告诉他别乱说话 否则一家人都要死在这 然后走出来跟夜星城寒暄 没发现不对劲的夜星城就这么离开了 乐言的问题不解决 就会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引爆 方家树想了个主意 他让陶玉玲说服乐言跟他出去一趟 路上方家树交代他一会儿到了地方 不论听到什么都不能有任何反应 他带乐言来到天河场 把他安排在包间吃饭 自己则在隔壁开会 方家树知道部里还在调查老赵的事 故意问起关于老赵的线索 听到赵全璋三个字越言顿时警局 他趴在隔断偷听 得知老赵现在正是76号通缉的对象 顿时担忧不已 他推开窗户缓解心情 却无意间看到了在街上探查情报的老赵 老赵也发现了他 见到亲爹的乐言还没来得及开心 老赵为了掩护身份就离开了 乐言情不自禁地叫喊被方家树听到 还以为是在叫他回去的路上 乐言问起老赵的身份 方家树只说是他们要抓的人 乐言这才知道母亲和方家树假扮夫妻 是为了掩护老赵不被抓 他终于决定不再搅局 踏踏实实住在这里配合他们演戏 方家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亲启示 知道是老赵发出的街头暗号 决定带着陶玉玲一起去 俩人提着装有电台的行李箱准备出门 却被夜星成看到 他上前帮忙提行李 却发现行李箱格外重 问他们这里边装了什么 方家树说是陶玉玲所有的旧衣服 准备拿去改改 为了不让夜星成起 方家树硬着头皮准备打开给他看 幸好被陶玉玲拦住 说里边都是他和乐言的贴身衣物 不方便打开看 何况夜星成旁边还站着个半大小 陶玉玲故意打插说夜星成的侄子 和他长得太像 方家树趁他们说话的功夫 把行李箱装上车 成功躲过检查 两人来到一处废弃楼房 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老赵 由小明哥饰演的共党情报员 和老家离了婚的童养媳假扮夫妻 而负责和他接头的同志 正是童养媳现在的未婚夫 这是三人第一次会面 从此刻开始 老赵就成了杜娟同志的上线联络人 见老赵没搭理他陶玉玲有些委屈 他有好多话想跟老赵说 俩人在一起密歪让方家树有些尴尬 陶玉玲拿出自己秀的手帕送给他 老赵却来不及儿女情长 表示先谈工作 方家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行动和收获 跟老赵做了交接汇报 老赵觉得可以给陶玉玲安排一个掩护身份 以他做的一手好菜的手艺在这里开个饭馆 既能发挥他的特长又可以搜集情报 方家树觉得这主意不错 回去就安排 老赵现在在经营一家迷粉馆 这个地方将成为他们新的联络地 而他现在也改了名字 不叫赵全璋而是贾清明 刚交代完工作的事 陶玉玲就迫不及待检查老赵的伤口 方家树主动走出去 给他俩提供二人世界 俩人终于有时间联络感情 讲到新的联络地点离他们的住处很近 陶玉玲让老赵多跟他见面 第二天 方家树就带着陶玉玲来到小桃园饭店 想跟这里的老板做个交接 老板也很识趣 立马把店铺交给陶玉玲经营 陶玉玲感叹76号真是霸道 一句话让老板变成了打发的 把他变成了老板 正说着话 一个姑娘进来跟新老板打招呼 方家树一眼认出 她是红帐夜总会的一位陪酒小姐 姑娘说家里有个生定的老母亲 所以白天在饭馆做兼职 晚上还要回夜总会上班 姑娘跟陶玉玲打完招呼就离开了 陶玉玲用女人的第六感 一眼看出这姑娘不像什么好人 方家树让陶玉玲做了几道拿手好菜 拿到布里让大伙品尝 众人对陶玉玲的手艺赞不绝口 方家树额外给李立行打包了一份 让他带回去和老婆品尝 警惕的李立行并没有当场打开 而是拿回了楼上 此时苏雅露突然冒出来 也要尝尝陶玉玲的手艺 陶玉玲见到她有种莫名的敌意 两人之间的杀气把其他人吓退 叶杏成故意上来凑热闹 在苏雅露面前刷存在感 苏雅露在四下无人处把方家树叫到一边 告诉她军统布置的任务 76号又抓到一批战俘 现在李立行在和日本人谈判 一旦成功 这批人将运往东北做人体试验 银湖下令他们尽快安装电话炸弹 并表示这个任务可以让陶玉玲来做 先用她的厨艺取得李立行老婆信任 争取把饭送进李立行办公室 找到机会下手 而这次任务是带老板亲自布置的 48小时内如果完不成 他们都要去承接所报道 晚上 陶玉玲心疼一直睡沙发的方家树 让她到床上睡 反正俩人又不是没睡过 不料小石头突然跑进屋里要和爸妈一起睡 方家树发现这是乐言出的主意 生怕俩人睡一起产生感情背叛老赵 这闺女的心计真的没用在正道上 第二天 陶玉玲就来到李立行办公室送饭 她趁人不注意向里边走去 不料被郑飞雄立声呵斥 而陶玉玲此次过来也只是观察地形 离开时她专门跟宝洁大姐吐槽 说这个郑飞雄太凶了 大姐告诉她那个房间是李立行接待贵客用的 除了李立行待的人谁都不能进 军统的任务颇在眉睫 方家树不得不行动起来 小明哥坐卧底竟然有三重身份 不仅是共党情报员 是汪伟特工总部的情报处长 还是军统的重要人员 然而爱慕她的苏雅露并不知晓她的共党身份 作为潜伏在76号的军统特工 苏雅露让方家树配合她完成带老板下达的最高任务 那就是在李立行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 李立行这个老狐狸24小时都在防范着别人 连睡觉都睡在卫生间的浴缸上 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可他们已经没时间了 如果48小时内玩不成 他俩都要受到军统的加法伺候 方家树对这项行动产生怀疑 上头如此大费周章 难道真的是为了解救战俘吗 郑飞雄对李立行忠心耿耿 想要进入密室比登天还难 苏雅露觉得世人都有弱点 想办法突破郑飞雄这道关 老方觉得这件事不能贸然行动 苏雅露却不允许他拖延 如果两个小时内老方还没行动 他就决定自己上 军统做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方家树无奈之下 只好来饭店找陶玉玲 把电话炸弹交给他 让他中午送饭的时候 把东西藏到李立行会客厅茶水台的抽屉里 剩下的事会有别人来办 就在这时 老赵的人借着送干水的油桶 来给陶玉玲送情报 跟方家树想的一样 军统要得到李立行运送战俘的情报理由是假的 真实原因是李立行找到了一名叫傅北红的汉奸教授 军统因此才想对李立行进行监听 方家树立刻打电话给苏雅露 可苏雅露不在办公室 原来苏雅露从方家树办公室出来 直接让人展开了行动 没有时间了 让我们的计划行动 小的 方家树打算弄明白军统的目的 然而他刚出门 军统派来的人和郑太太同时到了饭店 接待他们的正式理念饰演的服务员朱雯 小哥故意矛盾 把自己没喝的饮料放到郑太太的桌子上 一向讲究的郑太太当然不会喝 就在朱玉准备把饮料拿走时 意外摔倒 饮料撒了小朋友一身 朱玉把郑太太母子带到包间里清洗脏衣服 军统小哥紧跟着来到隔壁包间 此时方家树找到苏雅露 告诉他不要伤害郑飞雄的家人 他的慈悲之心让苏雅露觉得可笑 这也不是你们自家家务事 更何况他已经让人行动了 朱玉把小朋友的鞋子拿来后处烘干 郑太太去大厅寻找服务员 小哥趁着这个功夫 偷偷溜进包房 把孩子装进箱子里提上就离开 方家树进门看到这人也没多想 此时郑太太才发现儿子不见了 他着急的四处呼喊 突然想起刚才那个小哥离开时的场景 觉得儿子肯定是让人抱走了 此时饭店电话响起 说是找郑太太的 电话里的人说孩子在他手上 让郑太不要声张就说孩子找到了 然后回家 和他的神情让方家树察觉出不对劲 郑飞雄在家气急败坏骂军统的人 但他又不敢告诉李主任 否则对方就撕票 此时那人找上了门 气定神闲与郑飞雄谈判 直接说出想让他去李立行办公室 装电话炸弹的事 郑飞雄面临选择 如果他不装 孩子会死 如果装了 他们全家都会死 小哥告诉他 当下能做的只有保住孩子 郑飞雄气不过直接动手 跟小哥撕打在一起 就在关键时刻电话响起 是方家树打来的 他约郑飞雄来饭店 郑飞雄不是个有主意的人 知道方家树本事大 直接跪下求他叫孩子 男人为了就被绑架的孩子 不惜自己喝下毒药 郑飞雄威胁军统的人 把孩子送回来 因为如果他死了 人身僵硬 势力变得模糊 接着狂突不止 郑太一气之下 把剩下的毒药灌进小哥嘴里 把他放走 让他把孩子带回来 否则他也会死 小哥出门后并没有回军统 而是打了辆黄包车赶去医院 苏雅露得知计划失败 让人给郑飞雄送去解药 可他一直扛着不吃 必须先见到孩子 方家树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因为父母为了孩子会不顾一切 他让苏雅露把孩子送回去 不然真的熬死了郑飞雄 郑飞雄也吃了解药 但仍然不肯帮他们做事 方家树表示他自己出马 解决郑飞雄的问题 但他也是有条件的 他想知道 军统要在李立行 立世装电话炸弹的真正目的 事到如今苏雅露跟他说了事情 军统打听到李立行 在进行一项重要行动 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石油和钢铁 是由美国提供的 怕美国切断供给 日本未与筹谋决定 在中国寻找油田和煤矿 而李立行打听到了一个 名叫傅北红的地质学家 此人现在在上海租界某地藏着 他熟悉东北矿源 并有廉价的合成技术 所以李立行打算找到 此人敲日本人的竹杠 一旦计划成功献给日本人 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 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就在郑飞雄生命垂危之际 方家树带着陶玉林上门 说他们为了表达歉意 特意带来解毒的汤药 希望可以缓解郑飞雄的症状 方家树趁机在客厅灯泡里 安装了窃听器 两人出来后 方家树躲在附近偏僻的巷子 第一时间监听郑飞雄家里的情况 陶玉林则在一旁放上 不一会军统的人就来了 小哥把孩子归还 让郑飞雄喝下药 然后开始谈判 郑飞雄答应了他安装炸弹的事 听到这里 方家树及时掐断录音 方家树立刻去找苏雅露说明情况 陶玉林则选择步行回去 因为路上会经过老赵的米粉店 他躲在暗处观察 看到了出来收摊的老赵 老赵看到他却不敢轻举妄妒 见老赵没搭理他 陶玉林着了急 夏苗被老赵拽了过去 陶玉林表示自己并不是过来跟他腻弯 而是传达杜鹃的情报 他把军统想通过李立行 找到傅北红的情况说了出来 老赵定会向组织汇报 第二天上班 苏雅露借着跟方家树约会的邮筒 带他来勘察地形 这个井盖下面 有一根电线直通李立行逆谈室 是上次他用维修电台的名义 亲自引过来的 一会需要方家树下去 把电话接在电线上 然后等着郑飞熊的行动 方家树开始行动 苏雅露负责给他放哨 方家树把电线抽出来 却发现了问题 如果把电话机放在地上 水位升高会把电话淹了 他们得想办法 把电话往高处固定好 苏雅露让他先把线接好 晚一点再想办法固定 此时巡逻的人遇到苏雅露 问他在这干什么 方家树接好线后爬了上来 他觉得还需要在隧道侧面 挖出一个洞 把电话放在里面封好 苏雅露故意挽着方家树 让巡逻的人以为 他刚才是在等方家树约会 此时李立行召集开会 方家树却不在办公室 波大宇说刚才看到 他和苏小姐在一起 李立行让郑飞熊去找方家树 却发现他神色一畅 郑飞熊只好谎称孩子身体不舒服 李立行让他赶紧回家照看孩子 原来就在刚刚 他趁四下无人进入下水道 把连接到李立行密谈室的电话 藏在了墙里 可就在此时李立行要找他开会 得知他不在办公室 李立行吩咐秘书去找 却发现郑飞熊神色不对 郑飞熊只好谎称儿子生病了 有些担心 李立行让他赶紧回家照顾 并得了钱让他给孩子看病 郑飞熊没办法推辞 只好离开 然而此时全院的人都在找方家树 方家树刚从下水道爬上来 就看到郭大宇向他这边走来 他一脸凝重把东西藏在身后 笑容瞬间消失 接着就看到了方家树身后藏的东西 方家树眼神变得犀利 郭大宇吓坏了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可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方家树直接打晕郭大宇 把他丢进下水道 然后拿上郭大宇的伞匆忙离开 神色慌张下他撞到一个人 还好是苏雅路 此时叶星成也走了过来 方家树故意拉扯苏雅路 装作和他产生感情纠葛的样子 恋爱脑的叶星成 以为方家树真的是在纠缠苏雅路 告诉他主任找他开会 然后追上苏雅路就走了 然而此时 下水道的郭大宇醒了过来 方家树来不及处理 只好先来李立行这里报道 苏雅路趁机来下水道这里查看情况 刚下来就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郭大宇 他先是检查了方家树安装的线路 发现郑飞雄没有按照吩咐 把电话放进李立行密谈室 此时郭大宇想喊救命 苏雅路拿上锤子准备了结他 不料郭大宇突然起身 把他手里的锤子甩了出去 与他进行激烈的搏斗 受过军统特训的苏雅路 几下功夫把郭大宇摔进了水尸里 接着取下胸针 直接插进了他的脖子 然后把他按在水里想让他窒息 郭大宇不知哪来的力气 往后一甩把苏雅路狠狠撞在了墙上 苏雅路撞到头之后晕倒在地 此时方家树开完了会 他来到电一科找苏雅路 却被告知他不在办公室 方家树猜到他出了意外 于是再次前往下水道 却不知夜星成在背后跟踪他 他走到井盖上踩了两下 苏雅路在底下艰难地呼吸着 方家树蹲下准备打开井盖 却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他突然改变姿势 当夜星成喊他的时候 他淡定转过身 装作系携带的样子 夜星成问他到这里 是不是来找苏小姐 方家树大方承认 夜星成并没有对井盖产生怀疑 因为他一门心思都在苏小姐身上 让方家树不要再纠缠苏小姐 方家树摆出一副渣男态度 说他要是自己也不会轻易离开苏小姐 尽管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夜处长他真的我哭死 恋爱观真的太正了 方家树趁势离开这个地方 可夜星成并不打算放过他 为了不让方家树见到苏小姐 夜星成一路跟着他连回家也跟着 到了楼下碰到了他的侄子问天 缠着他要跟他比划拳脚 方家树这才有了喘息机会 他赶紧回到家给苏小姐的办公室打电话 却没人接 然后又给他家里打 依旧没人 猜到苏雅露应该是在下水道出意外 可现在出去夜星成一定会跟着他 陶玉玲表示他来想办法 他抱着一坛子酒来找夜星成 说是要跟他诉诉苦 夜星成正要把他往家里请 方家树也过来搭戏 装作两口子吵了架的样子 想把陶玉玲拉回去 夜星成直接中招 借着对方家树的愤恨 表示他要给嫂子做主 然后打发走了方家树 搞定了夜星成 方家树再次来到警戒处 发现苏雅露果然在这 可此时的他已经没了气息 方家树把他拉出来 给他做了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 可依旧没用 他赶紧跑回车上 拿出了急救箱 给他注射了一剂黄魂针 苏雅露终于清醒 看到眼前的方家树这才放了心 方家树把他放到车上 把自己的手帕给他让他擦擦脸 看着方家树救自己的背影 苏雅露很是感动 方家树把郭大雨的尸体装进后备箱 然后开车离开 到门口却被门卫拦住 要检查随车人员 方家树会如何应对呢 准备走出76号的大门 却被门卫拦住要随车检查 门卫往后坐瞧了一眼 发现里边坐的竟是苏小姐 方家树表示苏小姐发烧了 今晚由他负责送回家 方家树警告他 如果明天他老婆要是来 请爆出闹事 就把账权都算在门卫头上 门卫很时区的保证绝不外露 赶紧开门放行 结果下一秒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其他人 方家树把苏雅露抱进浴室 贴心地为他放洗澡水 自己还要下去处理尸体 苏雅露劝他还是别去了 刚才出76号已经引起怀疑了 恐怕下边有人盯梢 让方家树今晚最好留在这里 这其中当然也有苏雅露的私心 方家树在客厅思考着怎么处理 突然听到浴室里一阵响声 敲门却发现苏雅露没回应 他赶紧进来查看 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 方家树把他身子摆好 接着给他做人工呼吸 不料苏雅露突然稳住了他 原来他是故意装晕 试探方家树的反应 万倩这个咬唇笑谁懂啊 太犯规了 方家树无奈地摇摇头 方家树不愧是卧底 这也太能忍了 换作别人早就沦陷了 苏雅露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说自己只是事实 不行就算了 这段眼神拉扯值得反复观看 方家树走出浴室 雅露却变了神情 终究是他的一厢情愿 方家树也在思考着两个人的关系 他真的不喜欢苏雅露吗 也许是一直在克制 毕竟两个信仰不同的人 是无法真正走到一起了 另一边 陶玉玲为了拖住叶星成 跟他喝了一夜的酒 两人就这样待了一晚上 叶星成醒来看到 嫂子在他家里吓一跳 才想起昨晚的事 他把陶玉玲叫醒 有些不好意思 陶玉玲接着入戏 吐槽他的方六子 到现在都没来找他 叶星成夸嫂子 对方家树绝对是真爱 这是方家树几辈子修来的福 陶玉玲本想继续拉着他喝 叶星成却不敢 他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让嫂子自便 陶玉玲一夜未归还浑身酒味 一回来就被乐言追问 陶玉玲只说自己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 君同小哥接到苏雅路指示 一大早来他家楼下处理郭大宇的尸体 就在他准备动手时 叶星成开车赶到 他赶紧停手打开自己的后备箱掩饰 叶星成走过来 说刚才看到他要开这辆车的后备箱 小哥表示他看花眼了 叶星成不听他解释要他查看他身份证 见他怀里有枪 小哥赶紧配合 检查后并没发现有什么不动 叶星成警告他以后别在这附近晃了 拿上花往苏小姐家去了 他走到门口准备敲门 却听见里边放音乐的声音 猜到方家树肯定在这过了夜 现在正跟苏小姐一起跳舞 叶星成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把花留下就离开了 小哥趁他上楼的功夫 赶紧转移尸体 就在叶星成走出来这一刻 刚好完成 苏雅露给他传达了银湖的最新指示 既然方家树的老婆来了 他俩不用再假扮情侣 以后恢复正常同事的关系 而他们的最新任务就是策反叶星成 君童小哥再次来到郑飞熊家 拿出那天晚上的录音 威胁他今天之内必须把电话炸弹安装好 否则李立行知道了后果可想而知 郑飞熊只好提着脑袋执行这项任务 他进入密坛室打开电话机 换上了君童给的电话炸弹 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 然而就在此时 夜星成的小弟发现郭大宇失踪了 郭大宇的突然失踪 让李立行怀疑76号上下 就在此时他得到消息 郭大宇的尸体在一处巷子里被人发现 李立行带着情报处的人到现场勘察 看到墙上的字 所有人都以为是共党的蓄意暴露 只有方家树心知肚明 这是君统干的事 李立行问他对此事怎么看 方家树觉得这里并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而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儿的 李立行怀疑郭大宇可能是在76号内部被害 方家树表示这种可能性很小 毕竟他们内部的安保措施不严谨 然后拿自己昨晚跟苏小姐出门 门卫并没有进行全车检查为例 几句话把李立行的 对他的所有怀疑全都说了出来 李立行觉得这是跟共党脱不了干系 方家树却认为墙上的字未免太过明显 不排除是君统的人 为了扰乱视听而栽赃嫁伙 李立行转头询问夜星成的看法 一问三不知的 他完全赞同方家树的看法 表示俺也要 夜星成再次来到抛尸地点 看到小孩手里拿着一副眼镜 说是在附近捡到的 镜片上粘有和字迹颜色一样的七点子 然后想起上午在苏小姐家龙下 他碰到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戴的正是这副眼镜 夜星成当时查看了他的证件 记住了他的名字和证件编号 让手下马上去查这个叫李和平的人 色谷来找李立行问罪 让他赶紧抓住凶手 给死去的同人一个交代 迫于压力 李立行第二天就召开紧急行动 决定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让日本人看到他的行动 方家树主动留下值班 让夜星成出去抓人 这种有水多的差事 夜星成自然很乐意去 只是警告方家树 不要趁他不再去识会苏小姐 76号的人乱抓一通 把所有有嫌疑的 甚至不是共党的老百姓 都抓住或就地枪决 方家树赶到小桃园 让陶玉林赶紧联系老赵 决定实施1039计划 陶玉林找到老赵 把杜娟的指令传达给他 用海潮电台 以最快的速度发一条电报 内容是李立行 已经准备好10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 用于收买赴北红手上的煤化油技术 目前正在洽谈之中 我方应进最大力量火速 阻止此次交易 这样一来李立行 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激化他和日本人的矛盾 看到这封电报的李立行 大发雷铁 色谷很快找到他谈话 方家树进入下水道 用上次连接好的电路设备 监听他们的对话 苏雅路在上面同时监听并放哨 李立行极力澄清自己 说那封电报是共产党在造谣 1039日元是他多年的积蓄 是他准备在东京买一块地养老用的 而不是买什么傅北红的技术 如今日本人知道了这件事 希望李立行尽快找到傅北红 得到他的技术并把他贡献出来 这是他证明自己忠诚的唯一方式 1039的事之前方家树提到过 李立行怀疑这条电报也许跟他有关 晚上他来到方家树家里 专门带了一个人 介绍此人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之前一直在别处帮他做事 迫于形势不得不把他请到身边 李立行安排他主到方家树的隔壁 让他多多照应 方家树知道这是李立行派来监视他的眼线 这名字要说跟傅北红没关系还真不信 第二天上班 方家树发现郑南燕的办公室 就在他隔壁 而郑南燕总是以工作的由头缠住方家树 让他没办法办私事 与此同时 李立行把监测车从一台增加到了五台 这样一来能更加快速地监测到电台的位置 海潮能躲过吗 方家树该如何甩掉李立行的监视呢 看了黄小明的新剧 我觉得卧底真不是好当的 只要被人盯上24小时都没有喘息机会 李立行把郑南燕安排在他身边 以熟悉工作为由来监视他 连吃饭和上厕所都一起 这让方家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可他还要装作没事的样子微笑面对 为了找到机会传递消息 方家树带郑秘书来到小桃园吃饭 陶玉林故意把汤洒在方家树衣服上 借着清洗衣服的借口 俩人终于有机会说话 方家树把76号调来五辆侦测车 同时出动搜查电台的消息告诉了他 让他给老赵递个信 可当陶玉林路过老赵的店 却看到他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知道自己被人跟踪了 此次街头失败 老赵才道出大事了 街上突然出现那么多侦测车 一定是冲着海潮来的 立马让人去看看海潮是否安全撤离 郑南燕缠着方家树聊工作一直到深夜 他走后 方家树终于有机会卢出 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分析 却不知郑南燕就在隔壁听着 被这样的人盯着真是太可怕 他巧声来到方家树门口 准备来个突然袭击 却发现里面反锁着 谁啊 郑南燕称自己刚笔落在这里了 方家树赶紧撕下纸张 吃进自己嘴里 走到门口接南燕下 这才开了门 郑南燕找到笔后 在方家树的本子试了试 他撕下纸张放进自己包里 出来后他拿起纸张仔细端向 希望从上边找到方家树写字留下的印记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原来 方家树刚才开门前 故意把本子翻了个面 留有印记的那张纸 此刻正在被他销唬 真是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另一边 海潮在侦查车路过时 正在发电报 毫无疑问被抓了 第二天一早 不知情的方家树还在担心海潮的情况 不料郑南燕再次来到他家 以感谢方家树的名义给他们做饭 而他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搞清楚方家树家里的布局 方家树差点脱口而出 我就是杜鹃 原来就在昨晚 李立行派出去的五辆侦查车 一共缴获了五部电台 还抓到了人 其中一人正是我党的海潮同志 李立行让郑南燕用这五部电台 同时向延安发去一条电报 内容是军统潜伏在上海的八位骨干名单 然后让叶星成照着这个名单去抓人 李立行警告他此次行动秘密进行 谁也不能泄露 苏雅路紧急约见方家树 说自己刚才截获到了海潮电台发出的密报 方家树觉得不对劲 共党和军统明明约定一致对外 怎么会在这时候宣战 雅路觉得他太过天真 这次海潮电台泄密就是证据 方家树试图说服他让他冷静下来 觉得共党不至于这样做 毕竟太过明显 苏雅路突然怀疑这是杜鹃在背后策划指使 方家树立马否认 并站在杜鹃本捐的立场分析 杜鹃被76号追杀 现在自身难保 哪还有心情对军捅下黑手 苏雅路觉得说不定是杜鹃的组织命令他干的 方家树告诉他这件事有蹊跷 昨天舞台侦察车同时出动 却没通知身在电务处的苏雅路 今早他和侦察车司机闲聊 得知昨天的行动抓了人并缴获了电台 可目前为止76号连个人引督没看到 方家树猜测海潮电台昨天就已经被抓了 而今天发出的电报 极有可能是李立行故意嫁祸给共党 这是一尸二鸟的好手段 苏雅路觉得这些只是方家树的猜测 并没有证据 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两人产生了分歧 就在这时 叶星成带队抓人回来 却被日本人截胡直接拉去了宪兵队 叶星成气不过跟了过去 从小弟口中得知 这次抓住的正是军统的八条大鱼 苏雅路瞬间紧张 准备立刻对共党展开打击报复 方家树还是想先调查清楚再做决定 然而下秒机会就来了 叶星成的小弟过来找方家树 让他到宪兵队一起审讯刚抓的犯人 结果到了发现日本人已经请了单独的审讯专家 叶星成觉得人是他们情报处抓的 神也应该他们来审 可色谷态度强硬不让他插手 叶星成在宪兵队闹了起来 被方家树拦住 回去的路上方家树跟他分析 昨天截获电台和抓人的行动全是秘密进行 他们情报处和电务科的苏小姐都不知情 说明主任对他们的不信任 二人一回来就来到看守所问话 果然昨天抓回来了人 但今天上午人已经被郑秘书转走 方家树故意挑拨 就是为了戒业星成的火来对付郑南燕 郑南燕已经从被捕的五人当中 甄别出了海潮同志 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 为保护我党人员的行动 陶玉玲轻职之下直接杀死一名汉奸 军统八人被捕后 苏雅路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共党 重庆方面已经开始行动 八路军办事处被包围 军统准备了一份八路军调动部署秘点 一旦发出故意泄露给日本人 后果可想而知 方家树坚持这是李立行设的局 目的就是想看国共开展两败俱伤 方家树向他争取时间 只要他找到侦测车的监听记录 证明那封电报是由五部电台同时发出 就证明是李立行在背后搞谷 方家树紧急约见老赵 让他们从五辆侦测车中的主车入手 想办法搞到侦测记录 告诉了他车辆每天的出发时间和撤离时间 由于方家树一直被监控 不能参加此次行动 把工具交给了老赵 情况紧急意识人手不够 老赵提出让陶玉玲也参与此次行动 第二天 陶玉玲借着买菜的油桶 到达行动地点 在敌人的侦测车出现时 老赵派来的人故意在马路中间制造矛盾 逼停了车辆 另一个人趁着混乱堵住了车后的排气孔 不宜会警察感到疏散了群众 当侦测车再次发动时 毫无疑问出现了部长 敌人只好打电话叫人来修车 很快 老赵和同伴伪装呈修车工出现 一人负责在车前掩护 老赵则进入车内 他找到监测记录 把每一页都拍下来 然而就在此时 司机班的小万赶来修车 陶玉玲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拦住小万准备拖延时间 小万知道他是方副处长的老婆 上次方家树帮了他的忙 刚好有一笔钱想让他转交 陶玉玲本想推辞 小万却说他还要赶着给日本人修车 陶玉玲再次拉着他 说方副处长就在后面巷子里 让小万随他过去把钱直接交给他 可到了却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 而且并没有方副处长 小万察觉出不对 下秒陶玉玲掏出武器 直接把小万派死 此时老赵这边终于完事 他们告诉日本人车修好了 走到车尾把东西抽出 顺利完成任务 陶玉玲惊魂未定 他知道小万死得有点怨 可他也没办法 老赵让他赶紧撤离 这里由他来处理 方家树成功拿到证据 让我当喜亲怀疑危机解除 可苏雅路看向方家树的眼神已经变了 方家树回到小桃园 安抚陶玉玲 说他表现得非常好 第一次杀人的老陶异常紧张 生怕自己有哪些地方疏漏 会害了孩子和方家树 另一边 李立行得知军统 对八路军的埋伏已经撤了 猜到又是杜鹃在搞滚 为了从海潮嘴里审出情报 救出杜鹃 李立行再次对方家树下手 还用判断吗 肯定是我呀 承认了 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还真当不了卧底 只要一句话说错随时会丢了命 原来就在当天下午 方家树拿到侦测车的检测记录 证明一切都是李立行搞的鬼 成功化解了国共矛盾 得知自己设的局被迫 李立行更加坚信杜鹃就在76号内部 此时 76号显眼包叶星成找他心事问罪 手里拿着他在郑南燕办公室搜到的一大图纸 上边不仅有方家树家的户型图 还有他们家的 对于郑南燕的行为 叶星成恼怒至极 毕竟从郑南燕来了76号之后 他就失宠 为了安抚自己这个没头脑的小舅子 李立行带着叶星成来到秘密审查室 郑南燕已经在这审了海潮两天两夜 利用各种残忍手段 甚至把火架在海潮同志的腿上烤 也没能从他口中得到一丝有用情报 叶星成嘲笑他一个读书人竟也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看来也没比他们好到哪 而李立行有备而来 他拿来海潮的电台 放在他面前 说他们两天前用这部电台发出了军统的秘密 军统八人被日本人抓捕 军统的人截获电报以为是共党出卖了他们 包围了八路军在重庆的办事处 如果他想自郑清白 现在就用这部电台 再发一封大公告成的电报即可 海潮问他要了一杯水 喝了一口之后依旧表示自己不是共产党 也不懂电台 如果李立行坚持认为他是 那么就由他自己发吧 可就当李立行准备按下电台 海潮瞬间起身 他取出里边的装置 用水毁坏了电台 叶星成赶紧上前按住他 李立行发出了狡诈的笑声 说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 刚才只是在试探他 没想到还真的确认了海潮的身份 叶星成问他杜鹃到底是谁 却不料海潮嘴角流出一抹鲜血 李立行这才知道他已经服毒自杀了 好不容易抓住个供党 结果毛都没问出来就这么死了 李立行再次感到挫败 他命令郑南燕把剩下的四人全部处决 然后让叶星成把方家树带来 让他指认海潮 叶星成当出来 就听见里面传来李立行补枪的声音 陶玉林从噩梦中惊醒 梦到李立行来抓他们了 又是凌晨三点 人最脆弱的时候 上次李立行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方家树安抚他让他冷静 只有这样才有精力对付敌人 可当两人准备躺下时 真的传来了敲门声 叶星成告诉老方 说五部电台找到了 然后带他来到秘密审查室 说五个人都死了 让他来看看哪个是海潮 而此时老狐狸李立行就躲在暗处观察 方家树会如何应对呢 不能熬夜的人还真当不了卧底 不然每次半夜出任务连床都起不来 为了试探方家树是否是杜鹃 李立行在确认了海潮的身份后 专门把方家树叫过来认识 他让叶星成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试探他 五具尸体摆在面前 方家树一一查验 要说郑南燕和傅北红没一点关系 我是不信 至少从名字来看就脱不了干系 也许从来就没有傅北红这个人 只是郑南燕虚构的人物 找了个真实的人来代替 而真正的没话油技术就出自郑南燕之手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李立行显然不知道 两人作为同窗好友 李立行很是信任自己这个老同学 郑南燕向他打听是否真的会出资一千万日元 李立行呵呵一笑并没有回答 郑南燕识趣的没有再问 安排好了傅北红 他在76号也没什么别的事了 准备回学校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走之前还拽起了师哥 轻轻地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李立行却给他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 原来郑南燕竟是西林工学的常务副校长 李立行私自决定 让郑南燕把方家树的一对儿女安排在了他们学校 其实就是变相的监督和软禁 方家树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但表面上还要装作很乐意的样子 因为他一旦拒绝或者表现出不愿意的样子 很可能暴露 这样的安排简直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很快 郑南燕就安排了学校的招生主任和乐言今后的班主任 来坐入学家法 乐言上来第一个问题就差点暴露 请问您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吗 得知是公共租界公布局开办的学校 乐言才放心 可当方家树问起这位美女班主任的名字 瞬间把他和陶玉玲经找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李正勋牺牲前唯一的愿望 就是组织能安排他未婚妻唐心卢安全转移 方家树并没有跟同志相认 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他已经暴露了李立行没有对他下手 而是把这部棋下在了方家树这里 目的是考验他 方家树决定将计就计 一旦得到合适机会 就可以把唐心如安全转 郝玉玲却担心孩子的安危 一旦去上学就等于身边被无数特务盯着 郑南燕故意在唐心如面前诋毁方家树 说他就是情报处杀人不眨眼的笑妙 虽然董医 却是用来救治那些在审讯室里被打了死去活来的犯 这些话让唐心如想起了自己牺牲的未婚夫 对方家树心生忌惮 前行者中盈狐的身份终于曝光 他就是白天在饭馆打工 晚上在夜总会兼职的服务员朱玉 真是人不可冒想 李和平这个猪队有暴露后 只能离开上海 苏雅路在码头为他安排好了一切 嘱咐他中间不要再去其他地方直接撤离 因为只有他走了剩下的人才会安全 李和平乔装打扮成老头出了饭店 却不知夜星成早已在此等候并掩认出了他 可当他看到苏小姐后脚也从里边走出来 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多希望苏小姐跟李和平没关系 两人分别打了黄包车离开 夜星成让小弟跟着苏小姐 自己则跟着李和平一探究竟 李和平这小子果然没听安排 半路掉头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原来他是来这里取自己珍藏的烟酒和财产 没想到的是夜星成跟了过来 李和平试图用金钱收买他放过自己 却不知夜星成不仅要钱还要他嘴里的实话 不惊吓的李和平直接招了自己的身份 可他依旧不承认认识苏小姐 夜星成把他带到上次发泄的那片小树林 把他揍得半死不活 却不料在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 没骨头的他还是供出了苏雅路 这让夜星成听了更加生气 此时在后边跟踪的老赵目睹了一切 第二天一早 方家树借着宋乐盐上学校的机会 跟在学校打扫卫生的老赵街头 得知夜星成昨晚杀了李和平的事 李和平不知道方家树有军统身份 所以不会供出他 而现在最危险的是苏小姐 方家树立马来苏雅路家里 此时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由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联系上李和平 苏雅路猜到他出事了 动手的十有八九是夜星成 方家树建议他最近先躲躲 可苏雅路却觉得现在是和夜星成摊牌的好时机 如果他的身份真的暴露了 正好用来策反夜星成 方家树不想让他冒险 他知道夜星成是条疯狗 怕雅路栽到他手里 就在此时电话响起 是夜星成打来的 月雅路今晚去红帐叶总会 苏雅路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苏雅路刚进红帐的门 就被在这里兼职的朱玉招待 而他用的正是银狐的街头暗号 苏雅路震惊至于恍然大悟 原来朱玉就是银狐本狐 银狐终于见面了 银狐责怪他在策反夜星成这件事上拖拖拉拉 导致李和平被害 他没说出口的是 他上一集已经被夜星成糟蹋 银狐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夜星成 这给了苏雅路无限压力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来赴约 夜星成已经知道了苏雅路的身份 而苏雅路知道夜星成知道他的身份 这一把是高端局 两个人开始了极限拉长 喝完酒夜星成把苏小姐送到家楼下 苏小姐主动约他上去坐坐 让人意外的是夜星成竟然拒绝了 疯狗成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真不上去啊 苏小姐走后夜星成陷入纠结 他知道苏小姐对自己的目的 犹豫再三还是敲开了苏小姐的门 军统女特工为了策反76号里的汉奸 不惜主动现身 夜星成犹豫再三还是敲开了苏小姐的房门 此时的苏雅路已经换上了战袍 夜星成问苏小姐为何突然对自己感兴趣 却被反问他自己的看法 见夜星成站着不说话 苏雅路拿出一张唱片播放起来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为接下来要做的是营造气氛 这样的美人计终于还是来了 即便是夜星成这样杀人如麻的疯狗 在苏小姐的攻势下还是软了下来 乖乖拖下身上的配枪 看着苏雅路含情默默的眼神 夜星成终于忍不住把他抱到墙角 可在关键时刻却停了下来 这本事他期待已久了 不知为何却又犹豫了 也许他是真的爱苏雅路 毕竟爱是克制人 夜星成戴上了李和平的眼镜 转过身后却变了另一副面孔 这个眼神着实让苏雅路紧张了 以为夜星成要对他动手 可随后故作放松地问道 别了一晚上 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夜星成告诉他眼镜的主人已经死了 很多事情他也已经知道 苏小姐告诉他 真实的苏雅路并不是一个柔柔弱弱 风一吹就倒的小花 比起男欢女爱 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他共手秘密 生死与共的搭档 此话一出也意味着苏雅路跟他谈判 苏小姐真是想策防我呀 看着眼前的苏雅路 夜星成丝毫没有拒绝他的努力 苏雅路告诉了他李立行 想用一千万日元 买赴北红的煤化油技术 拿这个作为和重庆军统谈判的筹码 苏雅路用最温柔的语气 在极力说服夜星成加入军统 同时也在担心他万一不同意 今晚自己也许会交代在这里 夜星成喝下一杯酒准备离开 只留下一句早点休息明天见 这句话足以说明他成功被苏雅路策反 苏雅路松了一口气 第一时间给方家树打去电话 知道他一直在等消息 而电话这头的苏雅路只说了一句谢谢 方家树就明白了一切 第二天上班 李立行就76号的人接连被害的事情开会 夜星成表示郭大宇的死因是共挡的报复 事情又回到了李正勋身上 而夜星成手里掌握的线索 就是李正勋账户的三百大洋 只要主任下令让查 就能揪出杜鹃 苏雅路主动来夜星成办公室 告诉他军统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 而自己能给他的好处就是 让他成为76号的头号人物 这也郑重夜星成的下怀 他不想被人瞧不起 而是真真实实做出一番大事 当到李立行并没有让他去查三百大洋的事 夜星成觉得有些蹊跷 李立行越是隐藏他就越想知道真相 于是派人绑架了汇丰银行的经理皮特 想从他身上找到线索 却不料皮特开口的一句话让他惊讶 这三百大洋啊 我后来跟你们方家树处长出货了 这钱啊 你们被取走了 主任现在有很多事情瞒着我 怎么有些事啊 该瞒着也得瞒着 自从银湖的身份揭露 他的行为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 要说上次他是被迫现身 可当他再次见到夜星成 竟然主动宽衣解贷 难不成是上瘾了吗 招什么急啊 夜星成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戒指送给他 注意看银湖的表情还在装清纯大学生 这上面是什么 是学 不得不说朱玉太会演了 夜星成边脱衣服边进了房间 可当银湖准备关门的时候 这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真是耐人询问 而这个带写的戒指 还要从夜星成绑架银行经理皮特说起 他想查出李正勋账户三百大洋的来龙去脉 从而揪出杜鹃可怎么问皮特都不开口 夜星成只好让小弟对他一顿毒打 皮特表示不是他不说 而是李主任不让他说 可李立行越是隐瞒他就越想知道 皮特只好告诉他 三百大洋当初是被李正勋取走了 银行虽有汇款方的记录 但是单据已经用火印封上了 转交给了李立行的秘书郑飞兄 夜星成觉得主任隐瞒他的是太多了 搞得他一直以来就像个小丑 他告诉小弟以后他要跟这个主任姐夫划清界限 小弟劝他替唐姐想想 这让他更加生气 当初唐姐在国民党 为了从军同手里把李立行救出来 不得一个一个的陪李立行的长官行那时 唐姐的牺牲太大 夜星成再次审问皮特 这次得知了一个重要线索 能知道李正勋把这笔钱给了谁 他从兜里拿出了一枚被子弹击中了银元 当年一个国军战士参加松户会战时 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了兄弟 幸运的是胸口刚好有两枚银元 子弹穿透了其中一款 嵌入到了第二款 从而保住了一条命 当初皮特觉得这两款银元很有运气就收藏下来 正巧李正勋来取钱的时候银行现金不够 皮特就把自己那枚被子弹打穿的银元给他凑上了 而现在那三百大洋里边 就有一块被子弹穿透的银元 找到那块银元就算是找到人了 而夜星成在皮特交代完之后 竟直接将他杀害 就在小弟处理尸体时 夜星成发现他手上还有一枚金戒指 贼不走空 夜星成自然要留下 也就是开头他送给朱玉的那个 事后夜星成又给了他一打钱 这把夜星成整不会了 难道你还想嫁给我不成 夜星成表示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除了送情报 其他的事就别找他了 为了找到那枚银元 夜星成想了一个办法 他准备找个老兵登报编故事 就说打仗时那两枚大洋救过他的命 其中有块穿孔的被家人拿去花了 现在重金悬赏丢失的那块大洋 苏小姐觉得可行 同时对夜星成刮目相看 虽然俩人配合得很好 但我总觉得夜星成是假头成 另一边 老赵的人伪装成送花工 来学校寻找傅北红的线索 发现五号楼每天都有人严密把守 他假装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趁着收拾的功夫 把垃圾桶里的东西带了回来 老赵发现里边的东西好像是没 还有一些做实验留下的残渣 以为傅北红就藏在五号楼里 立马把消息汇报给了杜鹃 方家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毕竟把实验品直接丢进垃圾桶太过明显 唐星如和傅北红是李立行手上的两张好牌 这么重要的两个人按理说不应该在同一个地方 方家树让陶玉林告诉老赵不要贸然行动 等他确认了消息再说 而此时苏雅路打来电话 让方家树前往红帐赴约 从银湖口中得知 李立行最近总是来红帐夜总会 衣服上还有种奇怪的味道 在前老板的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 一月三餐都在里边湿 而郑飞雄守在门外根本无法靠近 见李立行出来了 方家树假装和苏小姐吵架 让他装作不小心把酒撒在李立行身上 李立行知道这俩人的感情纠缠不清 并没有产生怀疑 为表歉意方家树提出 把李立行的外套拿回去清洗 李立行毫无防备交给了他 方家树闻到衣服上确实有刺鼻味道 像是某种化学事件 让苏小姐拿去找人查验 然而还没等方家树确认消息 乐言这边又出岔子了 王晓明扮演卧底迎来最紧张时刻 为了探查情报 他悄悄进入夜总会老板的办公室 正在搜查时突然听见老板进屋的声音 前老板一进门就发现不对劲 夏淼就要暴露了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傅北红的下落 老赵从小桃源后门出来 正巧被前来取餐的乐言看到 这次他并没有声张 而是悄悄跟在他身后 直到跟进一个院子被老赵身边的人发现 将他绑了起来 当他露出头时以为遇见了坏人 上来就是一拳 老赵发现是乐言 赶紧安抚他的情绪 乐言这才知道眼前的正式请爹 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乐言生气这么长时间 亲爹一直不去找他 让他住在陌生人家里管别人叫爹 老赵表示自己有苦衷 但真实的原因又不能告诉他 一番安抚后 乐言试着理解父亲 俩人开始减散落在地上的姻缘 而这些钱正是李正勋的三百大洋 然而那没被子弹击穿的姻缘 正巧被乐言发现 老赵给乐言做了一碗老家的面 这是他来上海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也是最开心的一天 老赵让他吃完饭赶紧回去 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过来了 今天的事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然后安排老魏把他送回家 可乐言并没有听话 出了院子直接上了一辆陌生人的黄包车 他还悄悄拿走了那没有弹孔的姻缘 老魏进了屋 说他在门口一直没等到乐言 老赵这才知道乐言自己回去了 车夫拉到半路突然停下 问乐言要车费 开口就是一个大洋 乐言知道遇到了敲竹杠了 死死攥着手里的姻缘 在车夫的威胁下乐言本想逃跑 却被抓回来还夺走了那枚姻缘 觉得这样的姻缘肯定很值钱 乐言跟他商量明天下午五点 会拿一枚新的给他换 地点就在这里 车夫却匆匆离开了 乐言一路走了回来 不放心的老赵这时也赶到了76号门口 看到乐言进了大门这才放了心 老赵回去的路上 在西林工学门口看到一张告示 明天下午六点要举办一年一度的教职工大会 所有教职员工都要参加 他原本没当回事 可就在回头的一瞬间 看到一个男人从五号楼里出来 一瘸一拐的样子刚好附和傅北红的特征 回去跟老魏计划明天的行动 他想趁着学校开轿职工大会的时候 悄悄溜进五号楼 找到傅北红 当场出奸 咱不能再等了 可当陶玉玲把这个消息告诉方家数 他顿感不妙 总觉得是陷阱 决定在老赵他们行动前 去往红帐夜总会确认情况 而此时乐言还在昨晚的地方 哭哭等待黄包车主 来跟他换昨天的姻缘 然而等了半个小时都没等来人 只好失落离开 方家数一进红帐 就让服务员把钱老板叫来 说前两天他和苏小姐来这里喝酒的是被老婆知道 责怪他们员工泄命 钱老板嘲笑他是气管炎 此时老陶气势汹汹地走进来配合他演戏 说自己是方副处长的老婆要来找他 服务员见状赶紧跑来报备 方家数假装紧张让钱老板给他找个包间夺起来 没看到方家数的陶玉玲在大厅闹了起来 钱老板只好出去制止 方家数趁机溜进了钱老板办公室 开始四处寻找线索 陶玉玲耍起无赖让钱老板招架不住 决定不再管他们夫妻的破事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在他提着饭盒进入办公室 方家数听见动静 赶忙躲了起来 钱老板察觉不对 走到窗帘处检查 却空无一人 他打开房间的机关 进入一处密室 藏在柜子里的方家数听到钱老板和里边的人对话 送完饭后的钱老板并没离开 而是坐下悠闲的看报 把老方紧张得不行 眼看老赵他们就要动手了 陶玉玲不顾阻拦挨个房间找方家数 最后更是冲到了钱老板办公室 为证明方家数不在这里 钱老板向他各种展示 就在他准备打开柜门时 陶玉玲及时冲到前面 说着说着他假装头晕 让钱老板找辆车给他送回去 方家数终于脱险 他摸到屋里的机关 知道傅北红就关在密室里 眼看8.1克老赵他们就要行动了 方家数能及时阻止吗 只因一个摸鼻子的动作 共党情报员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就在一天前方家数在红帐业总会 得知傅北红就藏在钱老板的密室里 与此同时老赵他们在学校里 开始了抓捕贾傅北红的行动 而李立行的人早已埋伏好 只要老赵他们进入 就会被当场拿下 方家数争分夺秒开车狂飙以阻止他们 就在老赵准备进门的一刻 方家数及时赶到并拉掉电闸 屋里一人慌忙之下枪走了火 听到枪声老赵才知道有埋伏 在方家数的带领下顺利上车离开 躲过一劫 方家数告诉他们 真正的傅北红藏在钱老板的密室里 接下来就计划处置他的行动 第二天 报纸上就登出了带孔银元 换一百块大洋的消息 车夫觉得他发财的机会来了 当即就去报社兑换 贾科长把他带到车上 夜星成经过对比 发现两枚银元的弹孔位置刚好吻合 于是对车夫进行了盘问 得知银元是一个小姑娘给的 而上车地点正是老赵的米粉店 与此同时老赵他们也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 安全起见决定马上撤离 乐言这边还坚持不懈来到水果店门口 等着车夫跟他换钱 夜星成信手承诺给车夫对了奖 然后让小弟带着他去水果店门口找那位小姑娘 夜星成带人抄了老赵的米粉店 此时他们刚刚撤离 夜星成下令把整条街封住 对路人挨个排查 他先是检查了老魏的居民证 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当他检查到老赵时 老赵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 夜星成本没注意 然而没走两步突然想到了什么 老赵得知暴露赶紧开枪逃跑 夜星成带人追到巷子口 被老赵扔的手雷挡住脚步 两人虽然逃脱 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共挡身份 乐言在水果店门口一直等都没等到车夫 不死心的他准备去车队询问 他前脚刚走 76号的人就带着那位车夫来了 车队的人告诉乐言 他找的车夫叫谢老大 此时一位车夫刚好回来说 他刚才看到了谢老大 就在水果店门口 乐言开心之下赶紧回去寻找 而方家树刚好开车路过 他下车询问车队的人 刚才那个小姑娘都说了什么 得知了乐言要找谢老大换银员的事 方家树意识到不对赶忙追过去 就在乐言即将到达水果店 准备跟车夫打招呼时 被方家树及时拉住 小声叮嘱他不要说话 方家树问小宋在这里干嘛 小宋表示过来办案 车夫认出了乐言 但得知他旁边是76号的长官 怀里还别着枪 一时不敢声张 方家树利用自己的身份成功化险为夷 回到家乐言还满腹委屈 方家树告诉他刚才非常危险 因为那个车夫和76号的特务 就是来抓他的 如果不是他及时制止 他就会被抓住 乐言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说出了他见到老赵 并且拿走了银员的事 方家树意识到老赵他们可能危险 但还是耐着性子叮嘱他 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安慰好乐言之后 方家树马上出门 去查看老赵他们的情况 发现米粉店门外挂的招牌已经被换 说明他们真的暴露了 方家树回到76号 直接来到物证市 见深夜还有人在值班 就知道夜星成白天进行了瞒着他的行动 物证箱里他看到了 陶玉玲送老赵的那条手绢 得知情况的陶玉玲瞬间慌了 因为夜星成第一天来他们家时 在他的行李箱里看到过一模一样的另一条 怕夜星成会怀疑到自己身上 现在之所以没动静 可能是夜星成还没想起来这件事 方家树让他先冷静 自己先去夜总会找夜星成探探虚实 以防万一 陶玉玲拿出自己那条手绢 准备在上边添上一些绣花 他安排姐弟俩去小桃园写作业 自己静下心来绣手绢 此时的夜星成正跟苏小姐愉快地跳着 庆祝白天端了共挡窝顶时 他会想起陶玉玲的手绢吗 方家树能拖住夜星成吗 因为一条手绢 特务就找到了共挡的线索 夜星成通过那枚带孔音源 顺藤摸瓜抄了老赵的米粉店 幸好老赵他们撤离即时没有被抓 但也因此暴露了身份 而他没来得及收拾的行李 留下了陶玉玲送他的那条鸳鸯手绢 夜星成看着手绢觉得十分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方家树在物证室看到手绢觉得大势不妙 回去告诉陶玉玲他们随时可能暴露 陶玉玲本想烧掉手绢 方家树觉得这样未免太明显 应该想别的办法应对 得知夜星成此时还在红帐夜总会 方家树决定前往拖住他 陶玉玲灵机一动 决定在手绢上填些别的花样 可夜星成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引爆 方家树告诉他万一有什么意外 会打电话通知他及时撤离 方家树感到红帐 看到夜星成正和苏小姐在一起愉快地跳舞 而朱玉作为军统的上级领导 还在累死累活地当打工人 夜星成故意看向方家树想让他吃醋 苏雅露还跟他打起招呼 这俩人真像是一对 朱玉看了不禁吃醋 凭什么你在谈恋爱而我要牺牲肉体 异曲结束 苏雅露主动过来找方家树 三人难得坐一起喝酒 方家树装作闲聊 问夜星成白天都忙什么 老夜却因心情大好不想谈工作 此时的陶玉玲在家紧敢慢胆地秀花 华妃娘娘突然化身秀娘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三人正喝着酒 李立行和色谷也来了 看来今天是76号的团建日 夜星成却还坐着 明显还在生色谷扇他耳光的起 为避免矛盾苏雅露热情跟色谷打招呼 夜星成看在苏小姐的面子上 没有跟色谷起冲突 色谷举起酒杯在大厅充当显眼包 可客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有趣 一杯酒下肚色谷和李立行走向包房 苏小姐为安抚夜星成 拿出手绢帮他擦嘴 夜星成受宠若惊的同时 突然想起了白天的手绢 紧接着想到了第一次看到那条手绢的场景 他立马起身表示自己有事先走一步 方家树意识到不对追出去 跟他讨论起他和苏小姐的关系 一心搞事业的夜星成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说这个 让老方回去陪苏小姐 他准了 此时老陶眼睛都快秀下了 突然电话响起 是方家树打来的问他办的是怎么样了 陶玉玲说还有一半没做完 陶玉玲知道方家树的意思是让他撤退 可陶玉玲不想就这么离开 把烂摊子丢给杜鹃 他决定最后一搏 夜星成来到物证室 拿走了手绢去找陶玉玲 并没让手下跟去 一直没能完成的陶玉玲 预感到今天可能要交代在这儿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就在此时夜星成敲响房门 进来就说他是专门来找嫂子的 陶玉玲假装和方家树吵架了哭了起来 夜星成故意拿出那条手绢试探他 见他没反应又强调说这条手绢是他们家的 夜星成说这条手绢是在共党据典搜到了 陶玉玲否认说这不是他们家的 可夜星成非要他拿出来对比 陶玉玲取下自己的手绢 夜星成一看傻了眼 难道自己记错了吗 随后表示自己误会了 可当他准备离开时 又想起了什么 他知道这样的手绢都是一对 让陶玉玲把另外一条拿出来 陶玉玲只好赵总 不料拿出来的却是一条被烧毁的手绢 说是被方家树垫开水 无不小心掉火里烧坏的 没人是因为丝线太贵秀起来费功夫 见夜星成还是有所怀疑 陶玉玲只好耍起无赖 说他是在诬陷自己跟别人有赖 好让老方把他修了 此时老方正好进门 看到这一幕以为夜星成欺负他老婆 揪起他就是一拳 然后把他丢出了门 陶玉玲通过自己精湛的演技 成功消除了夜星成的怀疑 方家树对他今晚的表现大大夸赞 此时苏小姐从夜总会出来 被朱玉叫住说想搭他的车回家 车上朱玉变了语气和脸色 质问他为什么还没完成策反夜星成的任务 而是跟他慢条四里的谈恋爱 前行者昨晚剧情迎来 为坐上76号头把交椅 夜星成彻底和李立行决裂 还以他的名义炸了红杖叶总会 就在昨晚李立行主动约两位处长喝酒 目的是安抚他这个小舅子夜星成 老狐狸放下身段好说胆说 可夜星成早已不是过去那个他 丝毫不给李立行面子 老李一个人喝着闷酒 骂夜星成给脸不要脸 此时迎胡凑了上来 用他那惯用的套路接近李立行 随后赶紧帮他擦大腿 李立行正愁无处发现 直接把这只骚狐压在身下 说主任要是干这是是不是应该跟堂姐说一声 毕竟你这条命是堂姐当初陪无数人睡觉给救下的 李立行的火再次窜了上来 要说这个我倒要问问你 这些年你假装对苏小姐神情 但你又对朱小姐做过什么 此时朱玉还在假装柔弱 求两位大人物放过他 甚至直接装晕过去 奥斯卡影后真的欠朱玉一个假 李立行提醒他别总拿堂姐当挡箭牌 他最恨别人在他背后捅刀子 夜星成说是因为他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 夜星成刚出门 李立行就追在后边骂他身上也不干净 夜星成没想到他竟然当众提起这件事 因为他侄子问天就是他和嫂子的私生子 这是他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 就这样被李立行扯下 这俩人这下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此时屋里的银湖突然睁眼 露出邪魅一笑 看来今晚没人来睡老娘了 方家树立刻找到苏小姐 跟他商量接下来处置傅北红的计划 贸然闯入前老板办公室不太可能 要是能在红帐制造混乱就好了 他可以趁机溜进密室把傅北红抓住 苏小姐立马想到夜星成 制造混乱是他的强项 第二天一早苏小姐出门 发现夜星成拿着花手在他门外 顺势把他迎了进来 还把自己亲手做的早餐拿给他吃 夜星成问他答应自己 做76号老大的事什么时候开始 苏小姐跟他算起他们手上的底牌 得知76号门卫刘德权 是色谷安插在李立行身边的眼线 李立行还看红帐叶总会的前老板不顺眼 因为前老板是丁部长的人 丁部长跟李立行不对付是众所周知的 苏雅路的暗示给了夜星成提醒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郑南燕总是借着送乐言回家的机会 接近唐星如还对他动手动脚 乐言看在眼里 回去就把这些告诉了父母 方家树觉得营救唐星如的计划该提上日程了 可现在一直联系不上组织无法行动 不料第二天 他带着孩子做衣服时 碰到了组织派来的新的联络员 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孤狼的话引起了方家树注意 发现他出来后一直跟踪自己 女人说出了街头暗号 方家树把前段时间的行动和接下来的计划 跟胡大姐交代了一番 找到组织的二人都松了一口气 从陶玉林口中得知 朱玉这几天已经代替他去给李立行送饭了 估计啊是想勾引李立行 朱玉送饭出来叫住苏小姐 问夜星成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雅路表示这件事重大夜星成还在做最后的决定 朱玉威胁他要是再不行动 就等着去承介所报道吧 被逼无奈之下他不得不给夜星成打去电话 熬一招狱情故纵 夜星成被苏小姐拿捏得死死的 挂了电话就开始着手准备 汉奸头子因害怕自己被暗杀 每天都睡在厕所里 半夜突然听到保镖的呼喊 李立行下意识躲进他的滑盖浴缸里 却得知红杖叶总会刚刚发生了爆炸 原来就在当晚 夜星成在苏小姐的提醒下开始行动 只见他将炸弹装在酒盒底层 上面放上两瓶酒作为演示 然后把炸弹的引线挂在盖子上 只要对方打开这个盒子当即就会爆炸 准备就绪后他给苏小姐打电话报备 苏小姐挂完电话打给方家树 让他做好准备去红杖里面接应 夜星成把车开到76号门口 假装车子坏了 把色谷的眼线刘德权叫过来 让他替自己去给红杖的前老板送东西 一定要前老板亲自验火 得知是李主任的吩咐说不定还会有小费 刘德权欣然前往 与此同时 方家树从窗户溜进了红杖的南厕所 由盈胡在里面接应他 给他准备了一身服务员的衣服 刘德权拿着礼物大摇大摆走进红杖 让门童把前老板叫过来 前老板走过来一脸懵 李主任会送他什么东西呢 要不咱验一下货啊 好奇之下他打开来看 爆炸就在一瞬间 惊动了整条街 夜总会里瞬间乱作一团 客人四下逃散 方家树换好衣服趁乱走出来 带着盈胡去到前老板的办公室 方家树打开密室机关 带盈胡进去找傅北红 打开房门却发现屋里没人 原来他因害怕藏在了床底下 方家树拿枪威胁他说出没话 有技术的资料 他却耍起花样准备把屋子烧毁 方家树直接将他锁后 怕死的傅北红只好交代资料 缝在了被褥里面 被盈胡取走 他谎称自己刚才扭了脚 让方家树把他的拐杖拿过来 然后紧张地抱在环里 傅北红趁其不备准备开溜 被盈胡一枪毙命 此时盈胡的人进来说消防队来了 需要迅速撤离 方家树却说自己留下收拾现场 盈胡走后他开始四下翻找 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资料 可翻遍了屋子都没有 眼看伙势越来越大他只好离开 可走到门口踩到了傅北红的拐杖 他突然想到什么 随后扭开拐杖查看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 东北地区石油勘探资料汇编 这份东西也许比没化油技术更有用 方家树返回南厕所换衣服 不料银胡等在这里 问他找到其他资料没有 没有 为安全起见 方家树回来把东西交给了陶玉玲 然后准备回红帐凑认了 李立行赶紧给郑南燕打电话 让他去红帐确认傅北红的情况 消防队灭火后 警察局的人开始在现场调查爆炸起因 此时叶星成带着76号的人也赶来调查了 老方说自己在家就听到了爆炸声 问发生了什么 两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局长通过询问红帐的服务员 判断爆炸是76号李立行所为 因为凶手来时说是李立行给钱老板送东西 而且李立行一直跟钱老板的幕后大佬 钉部长的对付 作案动机有了 叶星成立马演起来说此时事关76号名誉 不能由着别人给他们李主任扣示盆子 然后让手下把现场的人带回去一个一个审问 贾科长塞给局长一打钱让他别管这事了 局长立马下令收队 此时郑南燕赶到 非要进去查看 两位处长跟他一起进去 看到密室叶星成还惊讶 钱老板竟然有这么一处地方 郑南燕见屋里烧成这样问这里的人去哪了 不明所以的叶星成表示爆炸了都跑了吧 而他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个傅北红 方家树也配合他眼上了 此时李立行还在焦急等待着郑南燕的消息 听见敲门声他赶紧开门 却被告知傅北红已经失踪 完成任务的叶星成 立马来到苏小姐家里邀功 而苏小姐已经洗白白等着他的到来 决定今晚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 第二天一早 方家树带着陶玉玲来到组织新的联络地点 见到了胡大姐 和在上海做最后交接工作的老赵 方家树把昨晚搜货的东西交给胡大姐 如果资料属实那就是大功一件 郑南燕受李立行嘱托 现在正忙着寻找傅北红 没工夫管学校的事 方家树想趁着这个时机转移唐星卢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老赵认为唐星卢的住处不适合采取行动 准备在早上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动手 方家树把李正勋生前留下的东西给了老赵 是一个只有唐星如和李正勋两人知道的暗号 也许会对他们的行动有用 反而恋爱的叶星成不仅没丢掉智商 事业挠也咔咔地涨 炸掉红帐后他来了的贼喊捉贼 把当晚所有人都抓起来审问 除非一人交50美金的保时金才能离开 其中有个闲眼包不服气 嚷嚷着叶星成这是在绑架 结果直接被叶星长给付费 果然是人狠话不多的疯狗城 此时李立行和郑南燕赶来 在人群中寻找着傅北红的身影 叶星成故意装作没看清 差点把李立行也给吐吐了 李立行走上来严肃地问他 前老板密室的人再不在这里 叶星成这才知道是李立行在里边藏了人 不过傅北红的事他还真不知道 另一边 老赵的人趁着上学时间 在校门口直接把唐星如拽走 让郑南燕安排监视他的人措手不及 车上唐星如挣扎着问他们干什么 我党人员表明了身份 唐星如不信任他们说自己不认识什么李正勋 准备将他送走时他还想逃跑 老赵拦住他说出了他和李正勋之间的暗号 唐星如这才知道李正勋被叛徒出卖的事 终于愿意配合老赵离开上海 郑南燕回到学校 得知唐星如被人劫走 瞬间感觉天塌了 这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啊 色谷就红杖爆炸的是找李立行兴事问罪 因为死的人正是他安插在76号的眼线刘德权 以为他是受了李立行的指使 李立行极力解释自己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肯定是被人诬陷的 那李主任有怀疑对象吗 此时他突然想到前几天跟自己吵架的小舅子 瞬间明白了一切 从红杖调查回来的叶星成大捞一笔 来小桃园找苏小姐庆祝 正好碰上准备辞职的朱玉 朱玉身份暴露给方家术后 待在这里也没意思了 见叶星成来了 他决定最后服务他一次 叶星成给苏小姐买了各种金银首饰 让朱玉一打开摆在他面前 给他极度的不行 苏小姐故意当着朱玉的面让叶星成给他戴上 正好看 苏雅露告诉了叶星成关于傅北红的事 叶星成表示他不在乎被谁利用 只在乎苏小姐 只要苏小姐开心 让他做什么都行 苏雅露突然有些感动 胡大姐给老赵准备好了行头 让他在傍晚撤离上海 郑南燕不敢把唐星如跑了的事告诉李立行 只好先从郑飞雄这里探探口风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郑飞雄表示自己就不了他 让他自己去跟主任认罪 这件事正好被门外路过的叶星成听到 准备自己悄悄抓捕贡党 李立行告诉郑南燕 他只剩唐星炉这一张底牌了 务必让他看管好 郑南燕不知如何交代 走到门口突然回来 然后展示了自己说话的艺术 李立行不知道这个结果眼上他在放什么品 郑南燕接着说红杖爆炸 自己把人都派了出去替他找傅北红 结果学校这边疏漏了 让共党钻了空子 事到如今郑南燕只好告诉他 唐星炉跑了的事 李立行大发雷霆 我让你盯着唐星炉 你却给我谈恋爱 你个王八蛋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怎么了 我还要打你的 李立行再也顾不上什么同窗好友之情 郑南燕也不愿再忍 说要不是李立行让他去找什么傅北红 他的唐小姐也不会丢 这些是应该他自己承担怪不得别人 李立行气得执行开枪 你不要脸 打死我 没想到郑南燕还是个情种 另一边 老赵走在撤离的路上 走哪不好偏偏走到路中间 又刚好挡住了叶星成的车 这不是自己送上门吗 车子开走后叶星成突然想起了什么 老赵走到一处绝境 这下想跑也跑不掉了 就在他举枪自杀时 却被小弟打下 他们要抓的是活人 面对只会说空话的方家树 苏雅露愤恨至极 他多希望方家树能像叶星成一样对待他 奈何老方一直对自己没意思 听见吵架的声音 陶玉玲冲过来 以原配老婆的身份劝苏小姐离开 雅露却耍其酒疯 苏小姐这样还真是可爱的不行 他以挑衅的语气说陶玉玲只是个童养戏 只知道柴米油盐 而他和方家树才是生死与共的红颜知己 陶玉玲表示自己是方家树名媒正娶的太太 而他苏雅露又是什么货色 三人就这么闹了起来 苏雅露拿出手枪拍在桌子上示威 听见动静的小石头进来维护母亲 我拿你个坏人 苏雅露一把夺过 方家树怕小石头受伤把他拍到一边 却因力气太大把他打哭了 乐言赶紧进来安抚弟弟 还责怪方家树下手太重 此时陶玉玲也给了方家树一巴掌 这场闹剧终于过去了 自从这母子三人过来 方家树承受的太多了 他追上老陶问小石头怎么样 从老陶的表情知道刚才确实打得中了 可老陶刚才也打了他一巴掌 而俩人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工作需要 演得认真才不会引起苏小姐怀疑 另一边 老赵被叶星成安排住了院 索性伤的不重不影响审问 叶星成在他醒来的第一时间 追问他共挡的消息 老赵微微一笑准备咬蛇自尽 却被叶星成及时发现并阻止 好不容易抓到个共挡 叶星成让手下派人24小时监视 不能再出任何岔子 李立行知道红杖的事是叶星成搞的鬼 但叶星成死不承认 李立行只好让色谷出面对付他 通知他明天一早去宪兵队报道 而叶星成已经和苏小姐商量好的对策 第二天他直接跟色谷摆明了态度 说自己早就不想跟着李立行那个老家伙混了 让色谷给他一个机会把76号做大做强 然后向色谷透露李立行在红杖藏了人的事 意图指向李立行背着日本人联系附北红 色谷一听觉得有意思 决定给叶星成一个机会 可红杖爆炸的是他需要一个说法 而且不能让76号高层传出丑闻 叶星成顺理成章把事情栽赃给了共挡 得到色谷重用的叶星成 回去之后竟能和李立行平起平坐 色谷问他到底在红杖藏了什么人 李立行表示只是自己的一个红颜知己 色谷当面给了叶星成 参与李立行的所有情报工作的权利 色谷开会宣布了红杖的事是共党所为 方家树心里捏了一把汗 另一边 陶玉玲知道了老赵被捕的事 与组织联系商量拯救老赵的计划 很快 上边派了黑田大佐来76号视察工作 黑田队刚刚抓获了共产党的叶处长刮目相看 期待他能从老赵嘴里省出点东西 然后走到方家树跟前 跟他来了个热情拥抱 原来黑田跟方家树是老校友 方家树的人脉还真是广 怪不得李立行一直怀疑却迟迟不敢动他 黑田立刻召开会议 指出了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那就是铲除杜鹃 因为杜鹃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而审问赵全璋的任务 依旧交给了叶星成和方家树两位处长 晚上四人在一起喝酒 唯独没有交上李立行 饭桌上 叶星成狠狠吐槽了他那个无用的进步 黑田表示国家的未来 掌握在他们新一代人的手里 让他们一起努力 饭后 叶星成主动送黑田大佐回去 路上被问76号里谁是杜鹃的嫌疑最大 叶星成对此没有什么想法 只说李立行一直在怀疑方家树 但没有什么证据 色谷表示可以利用这次审讯赵全璋的机会 找到一些证据 黑田知道方家树在学校的时候各项能力都能突出 身上也有很多他欣赏和佩服的地方 但国家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越出色的人越要检验他的真诚度 不然就会成为他们最危险的敌人 并让叶星成这段时间对方家树和其家人放宽监视 只有让他们放松警惕 才能才最关键的时候给他们致命一击 明白 方家树能通过这次甄别吗 老赵被捕 叶星成立大功一件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他嘴里审出东西 最好让他指认出谁是杜鹃 这次审讯由方家树和叶星成主审 黑田色谷和李立行旁听 目的是为了看方家树的反应 甄别他和老赵是否是同党 以防老赵再次咬舌自尽 叶星成给他上了饺子 可这样就不能开口说话 于是拿出纸和笔让他洗 不料老赵却用笔扎破了自己的手 还好方家树反应快及时拦下 现在既不能说 也不能写 叶星成决定给他来点刺激的 往他鼻子里灌辣椒水 看着同志在自己面前受尽酷刑 方家树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来的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回了家 还要面对陶玉玲的问话 他已经担惊受怕的一天 不知道老赵在76号会受什么待遇 为安抚陶玉玲 方家树只说老赵咬了舌头 他们什么都没问出 可76号几十种刑罚 陶玉玲不信他们不动用别的办法 方家树怀着悲痛 说出了老赵被灌辣椒水的遭遇 陶玉玲愣神之后 一言不发默默走开了 半夜方家树被一阵声音惊醒 赶紧进厨房查看 才发现陶玉玲跪在地上吐 原来他也给自己灌了辣椒水 为了体会老赵的痛苦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心里好受血 方家树拦住失控的老陶 突然却听到屋里有动静 原来今天下午放学时 乐颜带着几位同学来老赵当初的米粉店 说要请他们吃米粉 到了却发现大门紧闭 乐颜凑到门上听 听到里边的人说人已经抓住的话 回到家的他失魂落魄 陶玉玲问他发生了什么 乐颜谎称在76号门口看到老赵被人打死了 陶玉玲以为是真的 跟着乐颜一起痛苦 看到陶玉玲的样子 乐颜才知道老赵真的出事了 埋怨他们一直瞒着自己 说自己刚才只是边谎话试探他 乐颜说自己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大孩子 有权利知道一切 问陶玉玲老赵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可陶玉玲不敢告诉他 毕竟孩子知道的越少越好 让他不要再问了 事到如今 方家树决定把真相告诉乐颜 说出了老赵共产党的身份 方家树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说自己是76号的一名技术人员 谁的队伍也不战 只求在乱世中浑恐饭吃 差点要了他们一家人的命 乐颜这才知道母亲都经历了什么 觉得自己太没用 什么忙都帮不上还总是添乱 方家树安慰乐颜 说共产党会尽力把老赵救出来 让乐颜保守秘密 方家树真是够累的 工作忙了一天还要回来安抚郑屋子俩 第二天一早 方家树让乐颜去学校 陶玉玲开始担心老赵今天会怎么度过 方家树说自己想办法让老赵少说点罪 让他一会儿去找胡大姐 商量营救老赵的计划 为了不让别人看出破绽 他还专门为陶玉玲化了妆 不料大早上李立行就敲了他家的门 李立行拿了早点准备和方家树一起吃 陶玉玲称自己要去小桃园顺利离开 李立行这趟过来 一是为了试探方家树 二是为了挑拨他和叶星成的关系 说自己之前对他的种种怀疑 都是叶星成在背后搞鬼 比如叶星成拿来李正勋的笑脸照片给他看 这才有了他的多次试探 方家树表示理解毕竟主任一直秉公执政 李立行让他在审问赵全璋的事情上多下功夫 不能所有风头都让叶星成夺去 方家树知道共党本投意 于是提出了一个美国人的审讯法 为了救出老赵 方家树在李立行和日本人的监视下冒险 把他们骗到假的街头地点 故意让我党同志将他打伤 试图在转移老赵的同时洗清自己的嫌疑 就在当天上午 方家树一大早来到审讯室 先是让熬了一夜的医生去休息 然后从刑刑人员手中接过鞭子 说自己替他一会儿 胖子刚准备离开去上厕所 被方家树拦住不让他走 因为审讯室有规定 不能有人单独和犯人待在一起 方家树让胖子坐着歇会儿 自己装模作样地抽打老赵 还故意沾了辣椒水 使自己对共党的恨意看上去更逼真 结果刚打几下鞭子就脱手了 他称用鞭子不顺手准备上烙铁 老方一边拿起烙铁 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衣领 故意在老赵面前晃悠 目的是让老赵看到他脖子上的一行小子 他假装被烙铁掉的渣子烫到手 让老赵摆脱了被烫的刑罚 老赵准确接受到了方家树传递的情报 此时胖子实在憋不住要上厕所 让方家树陪他去一趟 老赵躲过了酷洗 今天的审讯正式开始 在方家树的提议下换了一种方式 那就是利用拍照来捕捉犯人的微表情 以此来获取有用情报 方家树先是用了激将法 让老赵保证卸下饺子之后 不会咬舌自己 然后让叶星成向他提问 急于求成的他直奔主题 问特工总部里边谁是杜鹃 老赵表示就在你们几人中间 此话一出几人觉得有点意思 以为真的能省出点东西了 不料老赵直接指认了叶星成 就在李立行对方家树怀疑时 老赵又指认了李立行 李立行说这个赵全璋 简直是在乱养一通 方家树让叶星成问他一些具体的问题 这样不容易撒谎 叶星成开始分析共党新的联络 小杀杜鹿时 老赵也很配合地做出惊恐的表情 收集了一些照片后 几人来到会议室分析 方家树让他们从中选出一张 有明显问题的 黑田和李立行都觉得 11号照片不对劲 郑仲方家树下怀 他开始分析这张照片里的赵全璋 眼周肌肉紧张 甚至扭曲 是他内心极度恐惧的表现 叶星成马上查看 这张照片对应的问题 发现是他问到 新窝点是否在小杀杜鹿 叶星成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 问他们的新窝点是否在小杀杜鹿 老赵配合他表演说他在胡说八道 叶星成拿出照片向他说明 他这个表情明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老赵自然的反应让叶星成信以为真 然后趁热打铁让他交代细节 老赵却表示自己坚持不住了 只想睡一个小时 叶星成按住他的伤口非要他交代 在他的威逼力右下 老赵吞吞吐吐 终于说出了今晚八点街头的情报 李立行和黑田满意地点了头 叶星成安排众多人手在小杀杜鹿陆附近来伏 而方家树被安排带着赵全璋去街头 同时测试他是否是共党同伙 方家树和手下带着老赵进了厂房 叶星成也跟来查看情况 八点刚过 传说中的共党街头人就出现了 方家树挣扎着朝共党的人开枪 嘴上喊着不能让赵全璋跑了 叶星成一边支援方家树 一边关心他的伤势 方家树表示自己来掩护他们 让叶星成带着老赵赶紧离开 等元兵全都冲进来时 我党人员已经做好埋伏 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方家树的计划能成功吗 老赵能顺利脱逃吗 得知老赵的死讯陶玉林终于蹬不住 在病房大吵大闹完全不顾及老方的伤势 方家树这一枪算是白矮了 为营救老赵方家树布置了天衣无缝的计划 故意让我党同志将他打伤 叶星成以为中了共党的埋伏 赶紧带着老赵离开 让元兵全都进去支援老方 此时我党同志将事先准备好的炸弹引爆 叶星成身边突然出现几个烟雾弹 他赶紧叫人过来把老赵带出去看好 而两名由我党同志假扮的特务 就这样把老赵带走了 刚走几步叶星成察觉出不对劲 赶紧回头找 却被烟雾弹迷得什么都看不清 叶星成这才知道中了共党的计 黑田听见洞景着急想下车查看情况 却被色谷拦住说他身体尊贵 派李立行下去 怕死的李立行表示枪弹无言 还是在车上静候消息的好 黑田看见他一脸嫌弃 还是下了车 叶星成到处都找不到老赵 里边的特务也出来汇报说 刚才的共党全都不见了 得知赵全璋丢了众人不可思议 叶星成很是自责 这时小弟跑过来告诉他有了线索 是一处没有盖上井盖的下水道 叶星成以为老赵他们从这里逃跑了 派人下去追 此时黑田才想起来没见到方家树 叶星成表示老方中了枪还在里面 几人赶忙进来查看 发现方家树已经昏迷 黑田吩咐一定要全力救治方家树 从下水道追捕的兄弟回来报告 说下便全是岔口半个人影都没有 叶星成大骂他们废物 赵全璋一身伤能跑哪去 李立行表示人跑了就是跑了 再发火也没用 要怪只怪共党太狡猾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 但黑田回顾整个过程 觉得方家树没有任何瑕疵 叶星成庆幸老方终于喜庆嫌疑了 这也意味着杜鹃比他们想象中更麻烦 方家树终于醒来 第一句话就是告诉陶玉林老赵脱嫌了 这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随后给乐言打去电话报了平安 叶星成回去后一直在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事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突然他回忆起现场停的一辆废旧卡车 而此时我党同志也返回现场准备把老赵接走 他们先是干掉门口的哨兵 然后来到卡车旁打开前盖 原来老赵一直藏在这里面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时 叶星成带人冲了过来 双方开始交火 老赵受了重伤很难跑的了 他让同志别管他了赶紧撤离 再这样下去可能有更多同志搭理 几人只好离开刘老赵一人 为了活捉老赵 叶星成不敢贸然行动 上前查看的兄弟接连死在老赵的墙下 可他的枪也没了子弹 叶星成高兴于他再次把老赵活捉 却不料老赵身上绑了炸弹 抱着叶星成想跟他同归于尽 可下面就被特务打成了筛子 天刚亮 叶星成就来医院看老方 说要告诉他一个要到病除的好消息 方家树难受至极却还要陪笑脸 可他更关注陶玉玲的感受 此时陶玉玲已经懵了 亲耳听到爱人的死讯 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叶星成转头就看到陶玉玲 哭了问他怎么回事 方家树赶紧上前拦住他 却害得自己伤口裂开了 叶星成赶忙离开说回头再来看老方 陶玉玲崩溃了 不是说已经救走了吗 老方赶紧捂住他的嘴 让他别再说了 然后责怪自己无能 老方真是太惨了 这一家人他真的带不动 叶星成把情况汇报给黑田和色谷 黑田大大夸赞了他的工作能力 另一边 盈胡把修改过的傅北红的 梅花油资料拿给苏小姐 让方家树用这个错误资料来误导日本人 但他同时对方家树起 觉得赵全璋和唐星如的事都是一人主导 而唯一一个参加过所有事件的人 就是方家树 可苏小姐从未怀疑过方家树 觉得任何人是共党 只有他不可能是 毕竟俩人都救过对方的命 是出生入死的同志 跟胡拿下手上叶星成送的金戒指 表示自己并不是什么都没做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 前行者大结局前转 李立行终于被军统安装的电话炸弹炸死了 方家树已经做好准备 让杜鹃来背这个锅 本以为除掉了共产党的老赵 叶星成能取代李立行 做上76号头把交易 不料李立行这个老狐狸 私下联系了黑田的上级林木大将 李立行主任和林木大将是多年的朋友 这也意味着叶星成白忙活一场 功劳全都成他李立行的了 叶处长自然不服气 来到苏小姐这里诉苦 想到军统的计划功亏一篑 苏雅路做了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用电话炸弹直接除掉李立行 这样一来军统就可以完全掌握76号 也方便把假媒化油资料顺理成章交给日本人 而方家树只需要找个人来背锅 把故事讲好 大宋怎么讲 让杜鹃来讲 第二天一早 苏雅路按照约定时间进入下水道 用之前藏好的电话直接打到李立行密坛室 调皮的苏雅路跟李主任卖起关子 让他猜猜他是谁 不料下一秒 李立行当场地命 把郑飞雄下一条 他进入密坛室 发现爆炸来源于电话线 而这根电话炸弹正是军统当时威胁他安装的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跑出来正好碰到方家树 问他刚才的爆炸声怎么回事 见四下无人郑飞雄把方家树带进密坛室 告诉他主任被电话炸死了 方家树差点笑出声 还要装作慌张的样子进入密坛室查看 任务完成 接下来就是标演机的时候了 方家树问他电话里怎么会有炸弹 他是主任唯一的贴身保庙 只有他知道谁进出过密坛室 郑飞雄不敢告诉他实情 只说不是自己干的 让方家树替他想办法向日本人解释 方家树开始引导他 让他想想主任最近跟谁闹过矛盾 而且曾经进出过密坛室 郑飞雄想起郑南燕经常来密坛室跟主任谈话 前两天刚和主任大吵一架 还差点被主任一枪崩了 后来被主任关在了楼里的空房间 方家树猜测郑南燕有可能偷偷溜了出去 启动了炸弹 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 方家树让他顺着电话线 找到控制电话炸弹的源头 找到之后让凶手老老实实待在那个地方 等着日本人过来调查 安排好了说辞 方家树告诉郑飞雄这事就当他都不知道 他只是路过而已 郑飞雄顺着方家树说的线索 寻找炸弹源头 发现电话线通往室外 于是锁上密坛室的门继续寻找 等他走后 方家树撬开了门 把一份修改过的傅北红的资料 放入了他的抽屉 郑飞雄顺着电话线 找到了下水井的位置 此时的郑南燕被关在房间 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郑飞雄跑过来告诉他 说主任刚才封了开枪杀了人 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他 郑南燕慌忙之下求他把自己带出去 郑飞雄兄弟当作他的救命恩人 在他的掩护下郑南燕顺利下了楼 一切妥当之后郑飞雄拉响了警报 黑田色谷叶星成几人赶到密坛室 发现李立行已经挂了 身为小舅子的叶星成大声嚷嚷谁干的 心里想着是谁在帮我出气 他指责郑飞雄作为保镖的失职 却被告知电话炸弹是被人控制的 他也没办法 方家树假装研究了一下 说顺着电话线应该能找到线索 所有人来到室外 发现电话线被连接在下水井里 方家树分析凶手就是从这里控制炸弹的 让人打开警盖时小心以免有陷阱 果然一打开里边的人就开枪打死了一个小日子 另一个人赶紧朝里边开枪 方家树此时大喊别开枪抓火的 当然已经为时已晚 里边的人已经挂了 发现是郑南燕 叶星成猜测他就是杜鹃 方家树也赶忙带节奏 说郑南燕弄丢了唐星炉 这一点很难不怀疑 叶星成向黑田报告说郑南燕是李立行的秘密客户 知道76号很多事情 黑田表示方家树的嫌疑可以彻底洗清了 叶星成也佩服老方 感叹那么多人想弄死他最后都没做到 通过搜查李立行的办公室 发现了他抽屉里那份没话油的资料 还有一份东北地区油田分布资料 却不知这是被共党替换过的假资料 黑田表示自己要回大北 给叶处长应有的嘉奖 叶星成把方家树叫来 说他想给黑田办一个欢送宴 把总部的人都叫上 情报处一家出一个节目 让方家树回去告诉孩子们好好准备 乐言却不想为日本人表演 前行者终于大结局了 但结尾的剧情着实有些匆忙 银湖给了叶星成一份军统的伪认装 希望他誓死效忠军统 叶星成对此不屑一顾 之前之所以配合军统行动都是为了苏小姐 如今自己得偿所愿成为76号一把手 自然也就不需要再为其他人卖命 命是爹娘给 钱是自己挣的 我还真不信谁能管得了谁 我管得了你吗 你是来管我 叶星成被苏小姐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谁不想拥有一个苏小姐 这样的伴侣管着自己呢 雅露把电话打给银湖 告诉他叶星成要当面感谢他 而这边却把伪认状撕碎 别说 这俩人在一起看多了还挺般配的 第二天他们如约来到小树林 见到了朱玉的另一面 叶星成感叹他真是深藏不露 银湖代表军统欢迎了叶星成 同时表扬苏小姐策反成功 不过你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了 啊 叶星成是会损人的 银湖表示自己是苏小姐的上级 希望叶星成给他应有的尊重 并希望叶星成当面宣示自己会对军统的效忠 不料叶星成给他来了这一手 我叶星成会坚定不移的和苏小姐 京成合作 还哭实了至此放手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银湖吃醋之余对他愤恨至己 抬手拿枪威胁他 叶星成再次强调自己只和苏小姐合作 跟军统没有任何关系 哪怕苏小姐是美国人 是中统 依旧会跟他合作 就在银湖开枪的前一秒 苏小姐提前一步冲他开了枪 他早就他银湖不顺眼了 这些话是苏小姐憋在心里已久的 之前受了银湖太多的压制和打骂 现在终于报仇了 见他不老实业星成又给他补了一枪 结局唯一解气的点就是朱玉打了 另一边 方家树还在劝乐颜参加黑田的欢送会 一根筋的乐颜不愿给日本人表演节目 方家树告诉他有些时候不得不迎人 让他表演的时候把他想象成老赵 就当是给自己父亲表演节目 见母亲一提到老赵就哭 乐颜有点不理解 他还不知道老赵已经牺牲的事情 陶玉玲只能说是自己想老赵 这一别不知道何时还能再见 晚会开始 由苏小姐主持 第一个节目就是陶玉玲带来的歌曲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台 因为台下坐的就是杀害他未婚夫的仇人 可他还是要面带微笑 唱歌的时候心里想着老赵 接着黑田走上台 对夜星成和方家树这段时间的工作成果提出表扬 还提到了他们抓捕共党赵全璋 最后将他击毙的事 此时的乐颜犹如遭受晴天霹雳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陶玉玲极力安抚他 让他稳住情绪不要有任何暴露的往显 因为只有他们好好活着 才能为老赵报仇 接下来就是乐颜的节目 陶玉玲让他好好表现 把方家树当成老赵 乐颜勉强露出微笑上了台 眼里饱含热泪 让众人以为他在为方家树这个英雄爸爸而骄傲 乐颜准备的是施朗诵 一手他写给老赵的诗 看着方家树的脸 就像看到了老赵 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方家树回到家 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桌子上是陶玉玲留下的离别信 说他带着孩子出去住一段时间 让他别去找他们 方家树看着桌子上的全家福 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和痛苦 杜娟的潜伏 最终又回到了他一个人 人生命 不从军人 牺牲个人 每个命 就不断的 陶玉玲经过深思 找到胡大姐 决定接替老赵 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杜娟叠血 引兵前行 方家树继续潜伏在76号 为抗战胜利和民族的警方而奋斗 甘愿花纵无言行过